好 各位同志請就座 現在我們來開第八次的會議 請秘書長宣讀第七次的會議紀錄 宜蘭縣議會第18次第四次達會第七次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1月7日上午9時一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員 黃定爾議員等33人 淺家議員 陳正恩議員1人 內協人 縣政務消防局長 習松宇 勞工局處長 黃蓮納等科士主管18人 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5人 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陳議長文昌91分至10時12分 又至11時7分至12時指 林議員 習敏10時12分至11時7分指 記錄陳鴻毛 主席先告開議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簽到議員 以達法定人數 二 秘書長先讀第六次會議事錄 執行事項 消防局勞工處業務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蔡文藝議員 林月潛議員 吳鴻毛議員 林成功議員 陳漢忠議員 張建榮議員 張秋明議員 陳副章議員等 打貨人員 許機長 崇維黃處長 林南 楊科長 秉鴻等 其他事項 消防局勞工處業務執行議員 要求辦理提供之事項 名錄 祥鴻 復健 並行務 憲政部辦理 三位 中午12時 以上 好 各位同志 議事錄 沒見 沒見的話 我們就准你備查 好 那我們下午繼續消防局勞工處的業務執行 繼續 我們邀請所有的列席單位 好 我們繼續邀請黃定和議員 好 謝謝副議長 黃處長 許機長 還有我們議員同仁 憲府的長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那我們消防人員 第一線的安全非常重要 那他們的重要性來自於具具的一個保護 那我在這邊要提醒我們市局長 我們所有的設備 調過的議期六十八的 有很多的 包括什麼 空氣呼吸器 你有兩百十斤 一百十四斤 議期 一百六十七點一十八 你的消防衣服 帽子 鞋子 二百四十五斤 一百六十二斤 議期 一百六十六點一十八 最重要的那個 哪個高溫消防衣帽 那些 那些你也議期非常多 那很嚴重的事情 還有你們破壞市 破壞市二十七週 十九週議期 那如果萬一去現場的時候 破壞市來破壞市 那你們要怎麼去救災 橡皮庭也一樣 鳳台露後來的露大水 橡皮庭三十五台 二十八台議期 這大概百分之八十 移動室的消防範圍 六十二台 三十九台也議期 這大概六十二點九% 移動室的發動機也一樣 我動機很重要 但是鳳台來的露電 那你們撒起的發電機 優惡派起的事就沒辦法 當中幾台 二十八台 二十台議期 七十一點四百 的議期比例 照明湯也是一樣 還要嚴重 露電一定要靠照明的 鳳台來的沒有在哪裡地點 照明湯結果 五十八台 五十二台 也是議林 這每幾台 八十九台 點六台 原盤的缺騙 那也一樣 幾個都做 三十九台 三十二台 也是議林 這每八十二點五台 像這種 這類的 這類的 政行 你們對貴車有什麼幫忙 尤其是消防車這方面的 消防輕路車 二十二台 十八台 一林 定義 八十一點 八二百 像這種 這麼嚴重的問題 你們有去思考 說 要怎麼來做好嗎 舊價錢 尤其是 你們的人員 警戒是 嚴重的部署 典篇章局長 有跟我們講 我在開會時 他說100坑五年 要警戒11名 100坑五年要警戒59名 這個很有效嗎 這個待會你一邊 交回答一下 我剛才要這樣跟你們講就是 看你們在100坑六年的醫生 有沒有編出來看看說 啊我就真的 痛定失痛 要把這些 消防器具 不足的 或是說義輪的 都要改善的好事 結果 我跟你們查你們 編的醫生 100坑三年 3億5千 1百21萬6千 100坑四年 3億7千 9百94萬4千 1百坑五年 3億5千 5百7萬8千 100坑六年 你們的醫生 3億6千 8百 六十六萬5千 這樣把你們看起來 跟剛才 那些 曲奇的藝人 比對起來 你們的預算進會 沒有增加 同樣在那裡 起起伏伏 表示 你們對這件事的 用心度不夠 決心度 更讓人 懷疑 你心裡做局長的人 你管理你的兄弟 拿到不好的裝備 這樣去做既有知道嗎 既然我們人員最辛苦 都是為我們所有的 館民的 生命財產 在拚命 衝鋒憲證 我也在這裡要扶養 管政府 應徒要花錢 讓消防局 我剛才說的 改善 不是 那些錢 拿去辦 不老節 不老節 變在醫生 變無大金 無稿 還有別的極處 那邊又拿一些 那邊又拿一些 這樣越暖越大 這樣才好 外長辦辦一個 2天3天5天1禮拜 就沒了 這救災的裝備 是可以穿很久 所以我現在也要 告訴我們 議員政府 應徒一定要把 救災的設備 用得好 義肖 你們的助力 讓我們 議員官有5116個 消防 消防人員 結果 你們的消防員 普遍都勞股 你的書面報告也跟我們說 說你100004年要淘汰 56圖 100005年 要淘汰 19圖 100002年 要100001圖 100004年 要淘汰 100001圖 這樣 4年加起來 我給你加起來 剛好377圖 但是你的人員是516個 你還要欠 139 139 因為你的書面出來看 你也是一樣 沒有用心 沒有親切 沒有想要解決 每年 每年他算100006 到100001 為甚麼 你是說到100001 一樣 兩款不夠啊 也沒有痛地失痛 來去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說 不要再開玩笑了啦 好好的 來把這些事情做好啦 人命關天啦 今天 第幾世的房子算得到 像這個啦 不然做得好 哪有分幾年幾次的 一年來全部就要到位了啦 一年來全部就要到位了啦 那救災的 穿那個 救災的衣服而已 這麼多這麼嚴 這麼嚴格的 救災的 所以說 請去教授 率免一下 好 區議長請擋 主席 吳議員 感謝吳議員 對小雲區的業務 有這麼親切的 不支持資料方面 在這裡 對我們小雲議員 跟他比較關心 小雲 我要跟大輝 跟委員來報告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車 所謂的 預期並不是預期 是 依照行政院 財產管理法裡面 可以報費的 就像我們的車 還要說我們的車 開條過十年了很多 但是他幾點就是 好 請坐 這樣好 小雲區你都常常在改歲啦 改歲什麼 什麼說你的連線是三年啦 政產可以使用八年啦 你們是加工什麼消費 我也知道這樣說 還善堪使用啦 萬年來脫掉了 這些人家都花多少錢 本來一個三四千萬鐵的 你們家 那些三的 全部足夠啦 開台湾那聽不下去啦 你要不要說八年 正常可以使用八年 齁 你的連線是三年 正常可以使用八年 得在延長到十五年 你要不要這樣說 啊你敢聽得下去 那是你做教掌啦 啊你如果在第一線的人呢 哎呦我這齁三年就要淘汰了 結果呢 我今天三十八年而已 啊那你 那你打火 不知道會如何 你有沒有去想到嗎 心理上的壓力 你有沒有去想到嗎 不負責任的做法 現在極端氣候 進來 中央這方面 有沒有去制定 極端氣候 這個防災措施 方法 譬如說土石流的硬變啦 還是雨量一定表啦 還是寒流來襲 怎麼用 啊會流水 不會流水 啊土石流來 要風流 火鍋要風流 哎呀不用 這方面呢 有沒有請中央 中央有沒有訂 來局長 請讓請打呼 主席 感謝黃議員 在今年 元月的時候 霸王寒流來襲的時候 宜蘭縣是第一個 要成立有關含海的一面中心 那相關的包括黃議員 我看 黃議員研究了很深入 包括要不要封路啦 要不要設 避難場所這些 那目前 宜蘭縣有關含有防 的災害 中央有沒有在修這 這方面的法令 有有有 中央是屬於農委會 已經修好了嗎 這個部分是屬於農委會 修好了全國通令都一致嗎 這個中央的部分 是屬於農委會 有沒有修啦 這個可能要農業處 比較清楚 你做救災 但你都沒有 不知道咧 這樣表示還沒有修啦 不是農委會而已啦 吐石流這方面的 是屬於公務的啦 你知道嗎 含海這方面是說 啊我得到含海之後的 一個補償方面 這農委會介入啦 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還是 實問虛達啦 委員不可因為吐石流本來在 我在 我現在 請坐 我現在 重點在於說 中央有沒有制定啦 中央如果沒有制定 消防局長啊 你要替 林聰前縣長啊 分憂解牢啦 趕快把宜蘭縣 這一方面極端氣候的 SOP的一個標準啦 把它定下來啦 把這個管制 我是宜蘭管管議員啦 我關心宜蘭管的管民啦 把這個管制我沒管啦 為什麼 中央跟沒要管 我們宜蘭縣 自己就要做嘛 天邊斬水平 做台北市長說 馬德拉不拉 我們自己拉啊 是不是啊 宜蘭縣有沒有定 有 有定嗎 好 那有定的話 我們就照這個 SOP去做嘛 百姓之福嘛 那你們 運動 在執行方面 也會比較 容易嘛 對不對 比較方便啦 謝謝 黃處長 黃處 黃處長 就業沒合 現在有三次了 近年 頭一次第105年 3月7月 人數有 1800的左右 第2次105年 6月18 人數有 1500的左右 第3次就是幾天 有 11月7月7月而已 當然我們 很關心 青年就業問題 和很關心 中年失業 或是中年轉業的問題 你頭一次第2次 都是劉富美 做處長 第3次 黃妮娜做處長 為什麼 兩次 都超過1500以上 就你做 剩700的 到底是你出了什麼問題 請開始 幫幫議員 因為3月份的時候辦 剛好是過年後 然後那時候通常在 季節上會有一些 轉職的 風潮 這樣我了解 6月是因為畢業潮 所以那兩波 通常會比較多人 實際的問題 時間點 時間點那個介入 要找 要找工作的人 那個時間點 途途途途 逸用歐出 是不是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另外 多多的宣導 宣傳 這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說這方面 還要請我們勞工處 去多家 的用心 那另外 我們也關心到 身心障礙人員的一個工作機會 身心障礙 逼一般人找頭路 過有比較難找 那先政府 有做到什麼責任 先政府做到什麼 做到指揮表揚 表揚 禁用身心障礙的人 頭一名叫做優等獎 第2的叫做一等獎 第3的叫做二等獎 第4的叫做三等獎 我這樣幫你翻開你的資料 為 100控三年 100控三年 只宜蘭縣政府地方水域去到三等獎 100控四年 宜蘭縣政府 0 100控五年 宜蘭縣警察局 對 三等獎 我在分析 宜蘭縣政府 這麼大的一個機構 還要去評比表揚 竟然 禁用身心障礙者 工作的人員 哇 差那麼多 對於 別的鄉鎮市 或是別的 公家機關 或是別的 企業 私人企業 差太多了 你們只要叫人家說 快點進用進用 你們自己就沒有進用了 你們的責任在哪裡 請說明 報告黃議員 那個身心障礙的 禁用 宜蘭縣政府是有達到 公家機關必須要禁用3%的這個 這個額度有超過 但是我們要表揚的話 是必須要達到4%以上 再來做評比做表揚 所以這部分因為我們有一些人員的變動 我當時要 謝謝 謝謝 像你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 都不要記憲 怎麼說呢 我只要達到3%就好了 我不要去達到4% 5% 6% 我就請頭命 今天本席 直接幫你筆順這個 就是說 宜蘭縣政府 要對身心障礙者 負責任 要做領頭羊 讓他們每個人 多進用一些工作 譬如說你如果每個百分之五 你要求企業說 拜託 沒有百分之三 是不是這樣 還給我結帳幾個 一間企業如果結帳兩三個 宜蘭關鍵的 這麼多企業 我想說 身心障礙者的救援機會 就突然間增加很多啦 本席在這邊就是提醒你們啦 不是達到標準 的地步 不是達到標準的地步啦 是要做宜蘭縣的領頭羊啦 看不到 我剛才來看 一百公三一百公四一百公五 根本就看不到 你們有領頭羊的一個地位嘛 還有再進步的空間啦 好不好 好 好 請坐 謝謝 什麼叫做 監督委員會 請考 在事業單位 有一個 勞工準備金 的一個監督委員會 什麼叫做監督委員會 請說明 就是每一個勞工 他有一個勞退六趴 勞工退休準備金 是 舊制的時候他有一個勞工退休準備金 如果是新制的話 是要提拨六趴 好 這個六趴 全部是在 監督委員會的裡面去做監督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這樣 我看你 六趴 等一等 報告議員 這個六趴是跟著那個勞工走 所以這個勞工 我不管你啦 這個金額 是不是每一個事業單位 都要發揮勞工退休準備金 要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這個功能 對不對 然後在依據這個功能 組合提拨勞工退休準備金 以確保 勞工退休的權益 對不對 對 對嘛 好 那 文維在這邊問你嘛 就是說 監督委員會 是什麼樣的機構 是政府 請的 還是他們自己去選的 或是老闆指定的 不曉得 我請那個洪哥長 你這樣子不會成長啦 是謝謝 老婆清楚啦 那個那個科長來代打 請坐 科長 等一下 你們很亂來的 連舉手 報告都沒有 你發功就說了 以為你們的 亂來 沒有當過處長 你也當過 請你打呼 感謝主席還有 黃議員 這對那個勞工退休準備金的部分就是說 事業單位裡面 他的員工還有救治 就是94年7月1號以前 不是啦不是啦 我現在說一個監督委員會 那個成員就好了啦 那個成員的話有勞方的委員跟雇主的委員 勞方的委員跟雇主的委員 全部都有是不是 勞方的委員是不得少於那個 整個三分之二的一個人數這樣子 他是針對這個 成員是 資方還有勞方共同組成 勞方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是的 那很清楚啦 請坐 議長啊 不要太客氣啦 本社這順的時間 20分 說得要聽一下 我也是主人家的 我說課長回答 這樣不對 這樣你就要跟 你對啊 他也要跟他說一下 主長就好就行啊 客官就好就行啊 客長就好就行啊 好 那假如 這些錢給他們用起來的時候 這些人 宜蘭縣政府 有沒有去跟他輔導 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去把他註銷 這個 監督委員會 然後 再重新的去重組 有沒有 假如 有這種狀況發生 就是那些錢給他們出來了 請回答 這個 這跟親一說啦 教長你知道嗎 報告 報告議員 我們那個6%的退休金 我跟妳現在不是跟妳幾%幾%啦 那些錢 沒跑掉了啦 對啦 沒跑掉了之後的機制是什麼 關政府 兩行而已嘛 第二就是把它註銷嘛 重新去把他輔導再成立一個嘛 這樣嘛 你們的作法是什麼 那宜蘭縣有沒有這種狀況 目前我們沒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目前 遇到這種狀況 審註不放 時間不夠啦 好 最後再來問我 好 呃 感謝黃甄宏議員 啊 繼續我們請 張秋平議員 到你吧 現在是甚麼 你說過了嗎 說過了嗎 好,那我們繼續邀請黃建榮議員 張明華 哦,對對對對,張明華跟著 明華,你講過了嗎? 沒有啦,我已經講過了 沒有,你講過了嗎? 沒有啊,還沒到你啊 好,請張明華議員 來,主席,聯會局長,還有課長,還有我們董事,大家午安 主席,我的時間,後面是楊孫母議員 主席,給你報告一下,我們兩個要聯作會 因為我們今天就有時間 後面是郵審母議員,跟我一起 好,好 在這裡 沒有啦 沒有啦,你先講 好,我請教一下我們 我們蕭王子這邊的弟兄,辛苦了 包三百塊,三百塊都給你們做,也很辛苦 當然,辛苦中間,可能有些 我們剛才去幫忙很多的我們的 我們的黨人 也要求我們這邊這裡設備都要很高 在這裡我想說,要在 整個局長,我知道我們有在推動到 我們安裝主席還用的防災的警報器 這個可能政府部門的經驗也悠閒了 我知道你也很用心去推動到我們民間 共同的參與 我不知道目前我們已經像這個方面 中式的情形和火燒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尤其是,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已經漸漸的高齡化 老年人比較多了 我們如果說,多歲之後,多減 我們的老金都會比較失智,比較不清楚 這個部門是說,今天我們可以告訴我們 後面再提供什麼情形 建政做到什麼情形 聽不懂 主席,謝謝張議員的關心 助警器在宜蘭縣已經推動三年 這三年我們總共有募得146萬 買的助警器有將近7900多個 那目前針對我們宜蘭縣內獨居老人弱勢團體 那今年開始就殘障人士,從重度、中度跟輕度 那目前我們安裝完成的有將近3700多戶 我們會持續來推動 也會持續來募款 謝謝關心,謝謝 這樣如果說 要比較實力,是要交給這個費用要多少 如果我們每年都,我們自己本身的經營裡面有在推動 不然又加沒有,加那些所量,我懂 這是這樣,因為 我們這個獨居老人弱勢團體 也許是比較弱勢的家庭 我們也是利用我們共利的動力發動 慈善機構來募款 基本上防災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說這些弱勢團體我們幫他磚 自己如果自己家裡的租屋認為有這個必要 而且他確實有功能 依然現在今年就有兩件 就是不小心煮東西然後 鑄警器警報之後 他趕快回去把那個火關掉 這確實是功用很大 我們希望民眾如果認為有這個必要 自己可以到大賣場或相關消防設備公司去買 而且價格不太高 五百到一千塊中間 可以保重自己家裡跟家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們借這個機會呼籲宜蘭縣的民眾 盡量能夠來裝 弱勢團體的部分 我們公家機關會想辦法來幫他趕快裝 謝謝 這段是說整個氣候機的變遷 然後我們現在產業結構的使用到一些化學性原料也蠻複雜的 一些高科企業 然後我們包括我們現在追求的基礎品質 高樓到現在一直上升到 我們蘇花街也 那天我們林前院長講了 可能這一兩類就全部要通車了 那我們可以到那裡面的隧道性能也蠻多的 面對這麼多跟議員都不一樣的 結果也好 還是使用的東西也好 我們這邊對特殊器材的設備 到底組合沒有 我們在專業人員的部分 是不是夠了 只是說有最後面的需求性能夠要處理 請機長說一下 請答案 來 主席 張議員 各位議員 有關剛剛張議員所關心的部分 危險物品的部分 就是可能包括爆竹啦 危險物品或是瓦斯航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列管的有288家 那這個部分我們定期都有查查 這個部分我們有注意 另外就是 大家一直在關心有關蘇花街這個部分 那蘇花街它本身設計有這個長的隧道 所以我們比較擔心的 一般公路大概沒有問題 那長隧道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血稅的經驗 所以蘇花街也準備在南澳設一個行控中心 那這個部分包括它的消防設備等 都有請內政部消防署跟我們消防局的人員 前往研議 另外蘇花街準備在明年 會補助給我們一筆經費 陳辱血稅當時建置的一樣 我們會購置跟隧道救災有關的 比如說親子的化災泡沫原理 用比如說我們的重型機車速輪傳動這些 因為交通會阻塞的關係 另外隧道裡面最怕的就是有煙霧的部分 除了本身隧道的設計已經比蘇花街好之外 它上面有多一個隔板 將來煙霧的塗在上面 另外它還補助我們購買這個排煙車 就是說到時候煙霧會加速利用它原來的管道 往斷外來減少什麼傷亡 這部分我就很注意 另外蘇花街要通車之前每年八月 也舉辦大的演習 我們會透過這個演習來檢驗一下我們的救災能力是不是夠 另外縣長已經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所以今年縣長特種我們成立一個特殊大隊 將來的觀音馬賽跟特種分隊 會針對長隧道跟山岸的部分 會進行專業的訓練 那我的同仁在雪稅已經有送到國外去訓練 將來蘇花街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要送到國內外重要的訓練機構去訓練 以增強它的救災能力 謝謝張議員 謝謝 局長我剛才就等你買了這部特殊大隊 這個比較專業性的 我希望它這個專業性的部分 能夠涵蓋更廣一點 我剛才說就是說 可能化學性的專業技師人員 在結果裡面的結構技師方面的專業人員 或一些比較特殊的東西 可以更特殊的這個部隊 這個部隊可以成立 可以面對各種不同的這種運變再變 感謝你 謝謝張議員 來 我們黃處長 我們為了培育綠色工作的這種種子 包括麗林和夏香道農村裡面 來協助這種農耕 第一個 彌補我們農業工作人員的不足 第二個 也鼓勵我們奧次就業 或是一些青年 真正回到家鄉來從事務農 我知道你開了一個班 這課程們 參加人員數字後面的成效結果如何 我們首次開辦的時候 錄取的人員是42名 那當然這當中有些流失 但是我們很快又把這些人力補進來 那平均薪資 因為我們要求農戶來付出的薪水是125元 那由政府來補貼50塊錢 那這個錢是從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過來的 一方面是不要讓農戶負擔太重 一方面又能夠保障我們的農務員的 至少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薪資 那我們這樣實施下來 平均每個月大概都可以工作到120多個小時 然後薪資都有在3萬塊錢以上 包括一些補貼這些加起來有到3萬多塊錢 那這42個是目前的都在從事農務工作嗎 還是說只有一部分留下來 現在的情況應該42個有34個 穩定就業的有34個 那有的有部分因為他自己也有在做小農事的耕種 所以他能夠來上工的時間 有的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另外有的是天后的影響 那現在說這個在人員的方面我們會再擴充嗎 還是說我們是以這個為目標 會再地補 會再增加 對 因為我們有跟勞動部申請到的名額有到42個 所以他有給我們這麼多人的經費 所以缺額的部分我們會繼續再補 那現在會補了這個人員的區域性如何 區域性目前最多的是在三星鄉 三星鄉因為他有一些有機耕種的比較多 因為這42個農務員分配到的不管是農田、果園、茶園去工作的 基本上都是到有機的或者是友善耕種的田園去工作 他們需要的人力比較多 盥行農法比較需要的人數比較沒有那麼多 不過據我了解盥行農法的那些譬如說農耕的這些人員 包括像有一些代根的也好 還有一些蔬菜斑也好 其實像我們國區鄉那邊我經常聽你說 當然平時時間就是沒有用到 你自己本身就能處理 但真的都大國的時候 真的人真的不夠也不好找 我想說能不能 我剛才問你區域的時候 不要只偏重在某些地方 能不能再利用第一性 比如說在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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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蘭成立一個團隊 包括能夠依照不同的類別 能夠組織起來 這樣的時候如果他們在於 經濟、農經濟、六十一號人還是 馬上可以去調配、去處理、儲金 所以可以擴大 是不是這邊的事故擴大比較多 謝謝議員的指教 我們有了第一年的經營的經驗之後 我們會把一些遇到的問題 我們也跟勞動部一直都有保持密切的聯繫 把我們經營上遇到的問題困難都跟勞動部說 原來這項計畫案推動之初 有些東西沒有設想周全的 我們也會在第二年再做改進 讓這個制度做得更好 現在我們也操作一立一休還有七天價值部分 蠻嚴重的 就是說對著樓工是很好 但是我看我們的庫定裡面 現在看到我們的就業部分 都是著重在幫他們找工作也好 在他們訓練他們的職業 但是有些東西還有欠缺 就是說勞工進入職場的倫理 跟本身的付出這種關聯 可能我們去議員的 以前你起床做得更好 還沒去計畫很多事情 都已經去學去做事情 得到很多東西 那對付出的那時候 企業對員工的這種關照也會很加大 但是這幾年我們看到 從一立休這邊這樣炒起來以後 勞資方面真的是隔離越來越深 當然對樓工投入工作職場的時候 那種心態又不一樣 那可能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族風可能也覺得說 我會付出很多樓工 我會付出很多都沒有回報 所以這種關係的課程裡面 你們能加強 因為我看你在開口的這方面的課程 是不是能夠找到這方面的老師 在心靈上來做一個調適的課程 讓他們真正培育出 除了記憶以外 在職場倫理裡面能夠完全無處 我們看到 最近看中國大陸是說 每個人有些國家 包括日本也好 日本是要他們 這個風霸都能替他過 我們香港的心態很重要 樓工情態很重要 所以樓工投入這方面 我們除了樓工投入 主張樓工希望這個關係 康電我來教育這種 是 我們除了勞工法令的課程之外 我們其實也有一些溝通 還有職場倫理的課程 當然它佔的時數比較少 那如果議員也意識到這樣的問題 在目前的職場上有很嚴重的情況 我們會來加強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其實勞資雙方都必須對目前的法令規定 跟怎麼樣來適用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 老闆當然希望說 我在高度的時候 你可以配合加班 但是勞基法上有一些 為了基於勞工 避免長時間連續的工作 他會有一些保護措施 那這個需要雙方面互相來理解 除了這方面的口 加起來 因為這個保護一直在認識 好 主席 請陳建理議員 主席 我們局所長 各位主管 各位董人 各位聯絡人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先來請教我們市局長 我相信我們今天這幾天 我們很多議員 當然大家都在關心這個裝備的問題 我有聽到說 我們是 明年度要補一百十九套嗎 對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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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零九 明年一一 明年一一 是 這些 這些裝備平均下去 每一個分隊 大概可以分到幾套 差不多百分之 百分之八十這樣的裝備 百分之八十 請起來 百分之八十 全部都可以更新嗎 對 因為 我要跟陳議員報告就是說 每一種裝備 它可報費的連線是 按照最高規格 譬如說台北市一天 報費幾十遍 所以三年就要報費 對 以我們的經營 我們的使用頻率 以消防車來說 我的消防車為了要報費 怕不一千公里 不然是因為怕 走的距離很短 它主要是豐富的耗損 所以說我剛才 防疫很質詢的時候 我本來是要報告比較圓正就是說 我們消防局針對 所以所有的消防設備 每年 都會有 訓練課 搶救課 跟相關的科試 邀請 我們 比較資深的隊員 去做前面性的檢查 那我剛才所講的是說 可以報費的連線 不一定要報費 我講一個 如果是 我們同仁比較好的話 就是 保養之後 又很好 可以用 包括我個人的消防衣 我哪個消防衣就是八年了 對 我現在 站在哪個消防衣就八年了 包括說 像那個 我老夫眾也知道 他哪個消防衣 我相信也調過八年了 就是 還可以用的狀況下 我們會繼續使用 需要淘汰 我們會淘汰 那這四年裡面 去年 按照計畫 淘汰五十六套 今年一百一十九套 已經購置完成 發到各分隊 明年會淘汰消防衣 一百零九套 後年會一百零九套 要分梯來淘汰 不然會出一個情形 就是說 今年所有消防衣 我都不用力了 我們一般來說 是這樣比較好 沒關係 局長你坐 謝謝 局長 你 整個分隊 沒有做一次汰換 也會刪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本月期 這些信念是誰要換 是 我相信 在我們之前 我們所發的準備 已經很多 差不多都不堪使用 我不知道局長 你不知道去了解嗎 我們過去 我們在 這個照表 這個 配備的時候 經歷我了解 我們不知道是要接勝的經費 還是說議會變好 你的醫生不太太 對 這個消防隊看的 裝備 是歐式的 結果去 去西北 是去西北 訪歐式的 那個衣服有夠長 對不對 沒有 好又重 然後又不防火 歐式的是 輕又薄 又防火 所以我認為 局長 我們這部份是不是 要去注意看看 未來要照表的 這個 這個三品 希望可以 符合 所有消防隊 我們這個隊員 會輸救 因為所有消防隊 都是出生入死 疲於奔命 無私的奉獻 我也希望 我們可以 阻止他們 生命的安全 我們的裝備 如果讓他們 比較好 我相信他們在 這個救火的過程裡面 不知道可以說 無後顧之有 是 這才請局長 才 更加用心來注意 再來就是說 個人 一些 我們分隊裡面的 一些裝備方面 你像那個 熱險象 炭視 炭 熱險象儀 還有一個 手提炭照燈 點點 還破壞器在這裡 我相信這個 不是全部分隊都 配備得夠 因為你像 二三分隊 他要熱險象 他就要去 宜蘭分隊 我相信 有時候緊急的 事件的時候 你又去救這個 裝備怎麼會對 改動如果可以 配就配給他 改動 你認為說 經費有需要 我相信議員 所有當然 一定都會支持 我們消防局 我們合理的 這個 需要 我們這個配備 一定要讓消防隊 有一個 充裕的 這個 基本配備 所以請教長們 要關心一下 再來一點就是 你 上年度 我也要穿過 金山東路的 訓練基地 這個 到底這個 集團的情形 是怎樣 教長們可以 大家要說明一下 簡單就好了 陳議員 所關心的 金山西路 這個 原三分隊 跟訓練中心 就把我明天 編列 規劃設計會 已經確定了嗎 確定確定 就是預算已經送到貴會來了 阿土地已經播用了嗎 阿土地已經播用了嗎 有有有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辦 尤其這個 副縣長親自有督導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正在積極進行 好 詳細的進度 如果陳議員有需要 我們會把相關資料送給陳議員 如果可以的話 請主席列入會議紀錄 給我一份 這個整個 金山東路 我們訓練基地的這個 進度 還有未來 他整個設計的 那個內容 可以的話就請局長這邊給我一份紀錄 請主席列入會議紀錄 謝謝 再來我們勞工處 我請教就是說 其實很多 我們這些年輕人 在關心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雪水通車十年了 已經十年了 到底對我們宜蘭官 所帶來 讓年輕人有集合機會 或是說 可以回來這裡享受 人家所謂的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 五代同堂 這種子孫 親情的這種 歡樂的場面 到底我們 雪水通車之後 這個監控 有靜電嗎 有讓年輕人 每個人 想要回來這裡 服務 薪水也要 非常要讓他 可以保持溫暖的 這個目標 到底有沒有 請主席列入會議 其實我們看到 雪水通車這十年來 宜蘭縣的 總人口數 是沒有增加的 那反而因為 出生率的降低 跟那個 人口的老化 整個人口的結構 是有一些很大的改變 現在老年人口 也超過14% 那宜蘭的產業 產業面上 過去十年 好 繼續 對 宜蘭縣的 就業人口 90年代還有到 42% 那降到現在 大概只剩下36% 那成長的部分 是成長在服務業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 飯店 餐廳 旅館 這幾年來 有大幅的成長 但是我們的製造業 在降低當中 那這兩天 我們留意到美國大選 也在討論他們 國內的就業狀況 也討論到製造業 降低的這個面向 那我們知道製造業的薪水 一般會比較高 服務業的薪水 很難做很大幅的提升 那我們也盡量在這方面 來做努力 好 謝謝處長 其實 其實 雪水通車是我們 宜蘭縣 很多 長者 期望說 鮭魚返鄉 他的 嚇死死 有機會 可以回來我們宜蘭 來 集地 集約 當然 這個圓房 也需要政府 有一個盡頭 很完整的 配套給他 才有當有那個 吸引力 可以讓這些年輕人 回來宜蘭 我也希望說 我們 勞工處這邊可以持續關心 提供給我們所有局處 一個 正準確的一個數據 來作為參考 甚至可以吸引到很多 我們 外區的 這個外貫市的人 想要移居來的 我們宜蘭 增加我們宜蘭的 人口數 這都是一個目標 啊 再來就是說 這個問題 就是 有一點矛盾 就是說 這跟 我們要集約 我們失業率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在地的人 有更多的 更多的機會 不過 也有民眾在關心的 就是說 我們先對到 這個農業的部分 我們 政府部門 有可能去開放 這個 農業外籍勞工嗎 呃 報告陳議員 呃 外籍勞工的開放 尤其是農業外勞的開放 動力法牽全身 之前 雲林縣政府 有向農業部 有向勞動部來提出 事實上 勞動部並不同意 那我們也看到 90年代 台灣開始開放 外籍勞工 進來之後 雖然就是限定在 漁業 或者是 家庭看護工 但是它 從早期的 補充性人力 變成了替代性 到了現在變成 依賴性 那每一年政府 花在 外籍勞工的 輔導 諮詢 甚至警察局 跟專情隊那邊的查契 都耗費了很多很多的人力 呃 所以這方面 呃 我想勞動部在對於 開放農業外勞的部分 會有比較多審慎的考量 那麼我們不開放農業外勞 進來 我們呃 國內目前在推動的就是 呃 促進青年回到農村 所以我們會有農事服務團的 這樣的 呃 呃 鼓勵青年回到農村來 從事 有機的 友善的工作 齁 一方面能夠讓我們的土地 保持活力 齁 引進這些新的 呃這些好的觀念 那一方面也讓農 農村不至於老化 嘿 好 感謝處長齁 不一定要開放啦 可是 如果真的要開放 我也希望說 我們政府部門 能夠也是 要 先有一個很完善的這個 思考過程 是 到底開放之後 會不會影響我們本地的勞工 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對 所以請勞工處這邊也要注意一下 好 謝謝 請處長您請坐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建議事項 齁 因為 我發現到我們宜蘭縣內 齁 有一些那種 沒有固定式的這種 工作的 這種 工作者 還有他的工作場地齁 齁 沒有這個 保險的規範 所以 在發生事情之後 都是自己要掏腰包 齁 齁 就包括像這個 搭棚架 齁 我們一些鎮腳所在大寮的齁 還是大舞台 齁 還是說佈置會場 齁 燈光 音響等等這裡 在他們在 做這個 這個工作的 這個算是活動前的 前置工作的時候 因為沒有保險的 這個規範 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幫他 齁 我也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勞工處可以出面 來協調所有的保險業者 可以就這個部分 來協商 訂定一套 那個保險的 這個 適用的規範 讓這些廠商 有一個保障 在他們的工作過程裡面 也可以保障到 所有 工作者的 這個基本權益 這個再請 我們勞工處再協助一下 以上 好 感謝 陳俊宇議員 現在請 楊聖母議員 謝謝主席 那麼兩位處長 各位副長 我們的董事 大家午安 我現在先來請教 這個蕭鳳教 我們這個蕭鳳教 人員非常多 每一個鄉頂市都有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心理 就是 服務佩選 對這個 灰災 或是有些議員 大家都奮力在搶救 非常地認真 本來 本來也在 看你們過去 對這方面的副存 標示 敬意 我在想說 這個 昨天幾個議員都在說 我都聽到 敬意有非常地多 當然是希望 國安 當局子 改黨 政府財務 重 visited 同 Coke 照�� 令 這是 記者 政府會 第一的條件就是技術方面 我們都很多延時、開口 困難所有的救災人員 包括盡修和益修 當時醫生是精神會帶我們來敬佩 但是技術方面要加強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很多年來台灣生 我們一年為了救災 疑境和疑修折損非常多 非常可笑 要不用疑修或證書疑境 或是來自不易 政府都要花非常多錢和精神 尤其是生命無期的東西 我們會高到心痛 所以技術方面要有研究 大家有研究 大家都有很信念的技術 第三就是 裝備 這個議員都一直說 本身也是在這裡標示 最要加強的裝備 一定要好 可以讓所有研究 所以兄弟可以用最好的東西 最安全的東西 大家打火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我做一個報告 我要幫你們提醒的就是 過去有很多社會人數 有好心的 傳理長 議員也要證書過 很多行政公司 都要很多滅火器送給各個國 沒有專民性 有所需不太多 但是這種 跟很多政府 有時候 這個 毛病都要差不多 跟我說立美化 像我做一個好醫療 沒有人保養 不需要那些錢 我只是說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有年限 所以說一定要 了解說 哪裡有哪裡沒有 因為這個東西 你年限到沒有泰泛 那可以再重新 衝撞 所以說 那是一種 打火最基本的 不可以說 火 小災不打火 發生大火災 甚至 生命的安全 都受到威脅 那就不好 把小小的火災 可以打火 那是最基本的 像說 自豪 如果有這種東西的人 煞起來就可以用 劈勉說火災 擴大 也不用損失很多 政府和人員的組員 我今天在這裡 做個題材 你局長也不用回答 希望朝這個方向走 當然是 要會更好 但是也要很多 不是人好就好了 要非常配合 我都要說的 三個條件 以上 我來請教我們的 房處長 我們這個 勞工處 顧民事業最基本的 就是照顧 老公 和 福利和 他們的 生活環境 所以我本身在這裡 我曾經有很多的 協助 有時候要給我 翻臨這個事情 當然是 我們前 如果要讓 原工賺錢 就是要老公賺錢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要 控制 他 提高他的工廠 還要控制 煮風 在用人的時間 我在想 也 一般的行業 也沒有辦法做一個 整合 統一的時間表 譬如我們要求說 一個禮拜可以做幾休息 一天可以做幾休息 但是很多行業 他沒有辦法照顱了 沒辦法照顱了 沒辦法照顱 我們是老公收起來 不要做 我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是 要 勞方也好 資方也好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有一個 韓國業 有一個彈性 我現在舉個例子 你想說 餐廳 餐廳 不是說 我剛接六個 接單 有關係 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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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通常是大學是知道的 喝時來 不知道 所以說 人家吃時間 也沒辦法照顧 傳統的餐廳 也有餐廳 說我說 我剛才12點到2點 就要收起來 人家就這樣關掉 但是一般 你像酒師 請人家帶母親的小孩 在盤頭 這趟接著 他要吃到幾點 有時候 正經這個老闆無法照顧 人家喝得很開心 你說人家喝得很開心 會影響人的辦公室 情緒 我在說 你們不要去 為了老公 不要去擠茶 但是 他們上班的時間 跟下班的時間 看起來不太長 但是 其實這上班的時間 不太長 有的在那裡上班 要到晚上 那段 休息班 再回去 但是中間 他就休閃時間 但是那些 那些 完工 再去上班 到中間下班 那時候沒有長 阿阿波 他就在公司裡面 到下班才長 你們一期都是 為了這方面 就要開庭 我想說 這是做成 這個 去那裡 你們問他 沒辦法給你回答 大家 勞資雙方 大家都高興 這樣做 他也不是肌子 一般都吃過 我想說 這點我們處理 你有一個辦法 不要說 這個老方 和資方 像這種事 大家不開心 生理也不做 你們在法理 要怎麼做 所以這點 請說 我們處理委員 做一次 以後看有時候 各行各業 有一個彈性 不要說 矮腳 死邊邊 都沒有什麼 王剛和業主事 要怎麼做 請你回答 處理委員 現在 你講這個很重要 我希望 你慎重的答覆 因為現在很多 真正是 為了這工事的事情 很嚴重 有的 餐廳也說 我整個不不不好 就這樣 時間也不適 我想這個 你想看看 如果准沒辦法 也要想辦法正處 正處 有一個彈性 還是什麼辦法 報告主席 報告楊議員 各位議員大家好 有關六港 我們剛做的規定 現在是說 我們正常 正常 一天八點鐘來說 不是完全不能加班 他可以加班 但是 一天他的正常工作 時間連動他的加班 限定你十二點鐘來電 不能超過十二點鐘 這是法律強制新的規定 另外就是他 每七天當中 一定要有一天的休息 作為例假 那這個例假不一定是禮拜天 看每一個公司的性質 你說像餐廳 李冠 你在拜六禮拜就住一個 不可能去休息 又可能休息週間的時間 來作為例假 那這個都是強制的規定 這種強制的規定 其實是為了要保護勞工 避免連續超時的人 人體沒有辦法去負擔 這樣子的長時間的工作 那剛剛議員有講到那個 比如說像餐廳行業比較特別 有時候人客家吃下去 喝到九點十點也還不算 這種情形 通常是 譬如說他中島做到兩點 他可能到四點才開始做 這中間有兩點鐘 有的甚至三點鐘的時間 這個時間是可以扣除的 因為這個時間他就確實是在休息 那個時間不是人用餐的時間 他沒有開店 那個時間可以靠獨 有時候如果剛才有這種人力不夠 必須要長時間加班 不小心去觸犯勞機法的狀況 我會請雇主說 是不是你可以請一些部分工時的人來討 因為現在我們有很多婦女朋友 沒有辦法出來正常的就業 可能是因為家裡有大人 是大人要照顧 有孩子要照顧 他沒辦法一次上班八點鐘 他可能可以上四點鐘、六點鐘 像這種情形就可以 讓陶藝餐廳在大模型的時候的人力 主委員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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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點要很注意 整齣樓工的環境 也要顧慮到老闆的生存 這點有時候 有時候人說 有時候給他們改水 要聽人家改水 有時候說 這都不用說 只要整個地方就這樣 要發到發 那些水流都滾到蠻 心肝會痛 我肚子不肚子 在這裡做很多 大家來共同連累 好 好 我剩下時間 好 謝謝 出席建議員 感謝大家主席 副議長 市局長 黃處長 各位一級主管 各位同仁 各位局處聯絡者 大家好 時間的關係 黃處長 剛才我看了很多議員 都有尖對公私的問題 來救救於你 應該這樣說 現主是 很多 老闆基層的 老闆 工廠 餐養的頂頂 都對 現主是 新政府說 頒布這個勞氣法 來講 很多保安在 純粹方面 都有當時不小心做的處罰 是不是建議我們勞工處 整理一個做的 SOP流程 是否讓這個議員 當然可以了解說 到底組到什麼問題 要怎麼應對 要怎麼輔導 我相信 這種套貴民 代表 來跟老闆基層 做一個連結 應該是可以 改割很多 這種沒有必要 延伸出來 這種所謂的 訴訟 財法的問題 這部分可能請我們 村裡面 這邊費心 來整理一下這些資料 另外 我們現在原主是大家都在關心青年的議題 畢竟青年是未來主導這個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年齡層 過去的環境到現在這個時代差不多一致來相提並論 所以我看我們 管政務隊 陳常委處長 跟劉普美處長 到你現在開始 到你現在為止 都有辦很多青年論壇 要有青年人的想法 他的看法 見解 可以跟行政體系來做一個融合 本身是這樣的人為 我們必須要積極介入輔導 讓青年人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平台 可以發表他們的看法 他們的意見 主持人 我請教你 未來 我們辦這些論壇頂一頂 有可能來擴大舉辦嗎 不要剛剛極限於蘇澳政 其他鄉政 這個保安 好 市長 報告議員 報告主席報告議員 議員剛剛提到在蘇澳辦的那一場 是因為去年度我們特別針對蘇花改的議題 聯合建設處跟公務處來辦一個高峰論壇 那席間有一位青年朋友就說 蘇花改這個問題對我們所有積極更大 你們應該要搬來我們所有也來辦一頂 所以才變成兩場 是一個是針對全線性 另外一個特別針對蘇澳的部分來辦理 那有關於青年論壇的部分 我們上個禮拜也剛剛在羅東 李柯勇圖書館也辦了 邀請了鼎王的董事長跟科技業的總經理 來談他們創業的一些過程 還有一些成功密碼 那當場也有很多年輕朋友 已經在創業當中的年輕朋友 他們就他們創業過程遇到的難題 來跟這些大師來請教 那確實我們這方面來加強宣傳 希望以後還有很多很大場的論壇 我們現在現主席宜蘭縣 比例剛才有很多重大的開放案 希望三星議長所關心的地質 包括我們現在雙方要統治 不是只有中國所有項目的影響 讓宜蘭縣、中國台東的人民 不斷不斷建設公共議題會產生 所以應該如果我們有青年參與公共領域 應該可以擴大舉辦這相關的活動 青年人的想法創意 投入跟公務員來做個連結 好 蔡長請坐 另外一段要拜託處長這邊 可以幫市民來撐出觀念 在那裡最嚴重 不用算公司 我相信這沒有人知道的回答 到底在水路上面算公司 所以依照現在勞基法的規定 根本對移民相當的不利 像瑜伽工廠也好 依照農業產品交易管理的辦法 工廠就要承接這些財財的這些 這些打枚等等這些工具 它更加不可能說 為了公司 從那些財財都外收這些財財 讓它放在那裡炒 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未來有機會 我們要向中央 來做相關的連結配套 它不勞基法 不可能適用百公百業 應該針對不合現況 不合各產業發展的面向 向莊恩來提出討論 我相信這會是 符合 好 那我們繼續 兩位請來 好 所以 針對疫苗的問題 針對農林業務很多善嚴 我希望說 我們管理政府陸工廠 應該 讓相關的基層單位 應該來 用一個小套 一個發展的議題 我相信這對大家都好 好 再來 許醫長 剛才有議員 你說就說 我們現在要配合 數字之後 我們有一個收集大隊 人員訓練編制 對不對 好 你現在 配合三個好之後 我們現主席 馬賽 所有頂頂 這些其他相關的編制有很高 請你簡單答覆 好 謝謝 謝謝邱議員的關心 我們人員的部分會 部分來增加 部分增加 是是是 如何調整 因為 蘇阿改本身有配給我 三十二位 三十六位 那這三十六位 我會放在 南澳 南澳 蘇澳 跟東山這幾個單位 因為救災需要整體作戰 所以人員會部分 但是不是很多 另外這相關的 救災設備部分 是專案另外在 添購相關的設備 是不是 蘇澳改會在明年給我們一筆經費 我們到時候會專案 如果他早一點到 可能會追加預算 晚一點到的話 我們也會列入 後年的預算 這個部分他有專案補助 好 應該可以 會有三個通知 會有 好 我們現在現主席 今年補一筆新郎一門 目前為止 如果補到一筆 我們還缺多少 消防禁員 警察 目前我今年便坐 是310個人 目前247 還缺6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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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補到一筆 還缺63個就對了 一定當時他補一下 每年 每年還可以補 51個 後年還可以補 27個 還有100個 新年 年代 100公佈的年齊 就完全360個補到 全部補一筆 好 感謝 好 林志弘議員 感謝台主席 我們府議長 我們 許市長 還有 黃村長 還有議局主長 各位議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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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問 小翁教 我想在我們工作 工作報告裡面 有提到 這個 救災指揮中心 你一年那個 救護電話通報案件 一萬七千多件 他這樣類型 比如說 我們最近也經常看 有新聞在說 有些 貪小便宜的 酒醉的 就給你 抗這個 醫靈 還是說 醫救 還是說 這個精神病患 也會有 這樣的一個 騷擾案件 我想請教的是 這一萬七千多件裡面 有哪些是 屬於 非 我們救護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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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答覆 有關我們 醫醫條裡面 說 受理的案件 因為 這個基幹 我們是去死 還是 所以 你這個 你議員說說 這一萬七千多件 就是從 今年 一直到 這個 十月 左右 那這裡面我們整個統計的結果 大概 受理救護的部分 有 一萬七千多件 受理火災有 六百一十三件 受理衛民服務 有 三千六百七十三件 其他的部分 大概有 一百二十一件 概略的 技術就是這樣 我不是要問這個 我要問說 在這裡面 有多少是 類似謊暴的 浪費我們這個資源 119的資源 有多少 你後面怎麼處理 狂暴的部分 那麼 我們情務中心 在 前不久 幫我統計一份 他有三種形式 第一個 就是說 小孩卡電人 嘻嘻嘻 第二個就是 有關 林議員所關心的 酒水卡電人 來這裡抱怨 那 另外 有的部分 是打電話來 是 有一點類似騷擾 那這個部分 差不多 每年有 將近有 一千三百多件 左右 這個 粗略的統計數字 是這樣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 積極的作為 來防治這些 因為我想 會打這些電話 都是雷犯 是 因為我自己在生命線 服務的經驗 是 大概可以做一些判斷 是 那你這邊有沒有什麼 群務中心 我們的群務中心 現在有來電顯示 所謂來電顯示 就是 電話 只要是行動電話 或是室內電話 一打進來的話 都可以顯示 來電的電話跟地址 這些電話 會打這些電話的人 如果 如果 不是出犯 他會打公務電話 那公務電話 我們現在跟 中華電信公司 以及其他的相關業者 只要 這個電話 我們認得出他的聲音 因為我們的報案電話都有錄音 概略知道這個人之後 我們可以行穩給他 鎖定打電話的地方 那我們消防局也曾經 找到類似的小朋友 那 這個按照消防法的規定 如果 不是正確有報案的情形的話 可以用消防法相關的規定 來進行懲處 那懲處 懲處的案件有多少 目前全國有關這個部分 一欄線就好 一欄線就好 一欄線沒有 所以 我要講的是 這個部分 我們很多資源是被浪費 被一些 五四三 五四三 他就給你佔用這個資源 導致於我們同仁 疲憶奔命 其實我想 我要強調的是 西里消防局 在這幾年 不管是在 防災的訓練 或者救災各方面 表現都很好 值得我們肯定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 像這些浪費 我們救災支援的這些 怎麼做橫向的連結 怎麼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可能要請局長 跟我們其他議局主管這邊 來協助 多費點心思 避免資源的浪費 因為我們基杉 弟兄已經 人員 不是充足的情形之下 不要再浪費 再來 請你聽一下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車輪 不管消防車 救護車 超齡的 有多少 劣汰就是計畫 從工作計畫裡面 是看不到的 有多少 請書面資料 好 書面資料給我 這個很重要 還有你自己也提到 宜蘭縣超高大樓 10樓以上 應該我們 如果你這邊敢寫 應該就是我們雲梯車 就是 急到10樓 10樓起的部分 你們相關的防災計畫 怎麼防範火災發生 因為我們現在 不管在樓東 還是宜蘭市 大樓越來越多 超過大樓的 越來越多 像他有住宅區的 有飯店型的 有住宅型的 怎麼去做相關的 一個火災的預防疫 畢竟 人工很多 如果說他整個 整個營運的話 或者是說 整個銷售狀況很好的話 整個自主防災 跟這些飯店業者 或者是營建公司也好 他們的自主防災的系統 我們相關的規範 然後 我們消防局 萬一真的 還是發生了 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怎麼救 在計畫裡面 你有寫到 但是我看不到 後面的細節 所以這個請消防局 多加用心 謝謝你們很辛苦 再來 請教老公處 黃市長辛苦了 但是我現在問的問題 都問不疑 跟你請教一下 外老目前在宜蘭縣的類型 有哪些國籍 平均年齡 有沒有結婚 可不可以請處長這邊 回答一下 工作類型 還有哪些國家 還有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我們目前印尼籍的家庭看護工有4596人 他擔任家庭幫庸的有20個人 擔任外籍船員的有1235人 越南籍的家庭看護工有273人 外籍船員有368人 菲律賓的家庭看護工有765人 擔任家庭幫庸有7人 擔任船員的有622人 泰國的人數比較少 目前擔任家庭看護工的有8人 擔任外籍船員的有6人 另外在製造業營造業養護機構 附加外勞的部分 印尼籍的他在製造業有288人 營造業97人 養護機構45人 另外附加外勞有61人 總共是6342人 越南籍的他擔任製造業的 有1472人 營造業有22人 養護機構有321人 擔任附加外勞的有302人 總共是2758人 菲律賓籍的製造業有465人 營造業1人 養護機構56人 附加外勞255人 總共2171 2171人 泰國籍的大部分在製造業有406人 營造業有102人 養護機構1人 附加外勞77人 總共是600人 目前在我們現境內的外籍勞工有11871人 好 我剛剛問到的 平均年齡 婚姻狀況 好像沒有統計到嗎 呃 對 確實 這方面沒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 OK 好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 目前就陶移外勞的 剛剛 處長念的這麼多國籍這麼多類型 陶移外勞的比例 原因 有你們有沒有做相關的一個調查報告 呃 還是只有說 欸 現在想一想查到了 就給你犯15萬 75萬 先給你犯 有去做相關的研究嗎 我們目前查到的每年 每年逃逸的外勞 逃逸的外勞人數大概都在六七百人 呃 菲律賓籍 菲律賓籍在去年度有七十人 今年有四十六人 呃 泰國籍有去年有五個 今年四個 印尼籍的去年有四百六十八 今年兩百五十六 好 處長 這個 呃 會後書面資料給我 好 我現在 要問的是 這些逃逸外勞 不管是他國籍 或者是說他的什麼 我想要問的是 他主要為什麼想要逃跑 最好的原因 有哪些 我不曉得相關的 呃 這個 包含一些大學研究所 有沒有做相關的研究 或說就宜蘭縣的這樣一個比例 剛剛你也提到 宜蘭縣 一年有六七百人 這樣一個逃逸外勞 一個事件的一個產生 其實這比例算相當的高 那就主管機關立場 地方主管機關立場 你要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怎麼去做一些方法 我 那個 處長可以請坐 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我想要說明的就是說 就他的 這些外勞的一個工作環境 或者是他下工之後的生活環境 你有去關心過嗎 他的有沒有符合人權 我們 口口聲說台灣是一個人權國家 人道主義國家 但是 我相信這些外勞 可能在這個過程 生活的過程當中 也遇到了很多 很多那個困難 受不了這個雇主 或者受不了說那個環境 或者是另外 比如說我們這樣講 宗教需求或者生理需求 都有可能 導致於他 這個 逃逸的一個 一個原因 那 就主管機關 你這邊 怎麼去防範 如果從這每年 六七百人 能不能下降到三百人 兩百人 因為 畢竟他逃逸出來之後 對於我們社區裡面 特別是在工業區附近 周遭的居民 其實都 因為沒有實際 他可能住在工廠裡面 他這樣跑出來 產生治安的問題 是不是說 這個我們比較夾這裡 有沒有一個積極的一個 溝通的一個平台 做相關的一個作為 好 我剛剛不是說 刻意要去問你那個數字 那個對我不重要 而是怎麼去 讓這些外勞 在台灣一樣有這樣人權 就我知道是 很多狀況不是都很好 所以產生這樣一個 那個想要逃跑的原因 所以這也是想 請這個主管機關這邊 怎麼來 不管是跟中央勞動部 或者是跟相關單位 做相關的一個配合研究 把原因找出來 我們做積極的一個防治 再來 我想報紙又提到這個 農與缺工的問題 我想這個 整個就業態度的一個教育 需要再做改變 我想我之前也有試一下 跟處長有提到 宜蘭縣目前 大專院校 少子化的關係 基本上都快關了 這邊簡單建議 真的配合產業 配合產業做相關的資訊 而不是為了消化勞動部的預算 職訊的預算 去開一些沒有用的一些 職訊課程 好 為了我們很多 其實很多職業 職業 職業勞工 是為了你這個職訊生活 今天去上這職訊課程 你們的資料去看都可以看得出來 不用我們特地再去查 好 我也擔任過相關的講師工作 所以我很清楚 職業的職業訓練的職業學生 就是領著職訊生活今天 但是對我們產業有沒有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也很高興有稍微做一些突破 做針對這個像成一場缺工的部分 但是我想 但是那個人數缺那麼多 你訓練一批能夠正式去上工的 也才那幾個 我想這個都需要在做產官學界的相關的研究 能夠讓我們的錢 納稅人的錢用在刀口上 讓這個職訊能夠提升宜蘭縣勞工的這個技能 能夠創造產值增加收入 要不然我們一直 你看農於缺工 所以產值各方面都減少 變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那另外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勞工處跟公履處公車會 有沒有跨局處的一個平台的一個協調聯繫 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配合產業界你們有去討論過嗎 有沒有去討論過 請處長回答一下 報告林議員 那個我們跟公車會跟公履處這邊 我們常常都會有業務上怎麼樣來合作 有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聯繫 甚至我們在工商座談會 也都一起都要列席來參加 那聯繫之後你們有沒有什麼具體做 還是說例行性的 這就是做方法有再聯繫 不是這樣比如說我們針對議員們很關心的 有關於勞動基準法 那個很多廠商在試用上可能有一些問題的 這些我就曾經跟李總幹事一起聯繫去拜訪廠商 了解廠商的需求跟他們在試用勞基法上的困境 我們一起希望能夠尋求一些解決的方案 那剛剛議員提到那個職業訓練的部分 除了我們今年有開設女裝班 我們還特別針對照護人力的需求 我們有照護人員的訓練班 還有家事服務班 那這些我們看到人力的需求缺口還滿大塊的 所以明年這些班會再增加班次 就是特別要針對目前的需求 所以我這邊會建議 像這些大政院校少子化 能不能適度跟我們縣政府 由縣政府這邊主導 跟他們來做一些產官學的一些的職訓方案 我想在全國應該還沒有 我覺得可以建議透過教育部還有勞動部 相關的中央部會來一起幫宜蘭的人力做提升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跟建議 另外針對這個青年就業 電競產業 我想可以琢磨 我們有什麼青年什麼諮詢協會 青年的就業環境 像台北市其實也一直在爭取這個區塊 宜蘭縣沒有什麼產業 基本上網路是OK的 網路OK 其實這個產業讓年輕人 其實宜蘭縣蠻多 蠻多年輕人有跟我反映這個部分 電競產業 那宜蘭縣怎麼協助 怎麼創造青年友善的創業環境 那宜蘭縣好山好水 讓更多的年輕人來回鄉 比如他在軟體設計各方面是有能力的 其實在這個產業裡面 他就有一個生存空間出來了 那怎麼創造友善的青年創業跟就業環境 我想這個也要請這個我們勞工處 多用點心思 另外關於職場安全的規範 除了北檢之外 地方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勞動部北檢之外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也請提供給我書面資料 另外生障者就業 我覺得那個數據都是騙人的 你就業了什麼1000多 那個都騙人 重點離職率 它的就業穩定度高還是低 再來定期化契約跟不定期契約 不定期契約比例為何 你在這裡面沒有呈現 那只是一個應付勞基法 或者相關生意障礙就業服務法 相關一個法令的一個數據出來而已 那事實上有沒有更有直化的一些 直化的一些相關的一個統計數據 在資料上都看不到 剩下一分半給我們林希敏議員 沒有啊 要說嗎 沒有要再說嗎 林希敏議員 我告訴你 那個市長 我剛才看出王 竹信中心 我們 民主黨有一個竹信中心 他一年差不多辦多少 多少竹信 竹信之後 這些人有沒有 辦多少就業 像你剛才說有辦什麼 什麼家庭竹信 什麼竹信 其實你有這些辦的是 這些都是消費經費 沒有實際 真的竹信中心 沒有啊 真的竹信中心 真的竹信中心 就比說 一出來 一般的三十個 出來有辦法去 下去就業 到現在竹信中心 如果你們縣政府在辦 或是 像 什麼 孩子辦的 那個什麼 不是孩子 辦公會 辦公會 市長 你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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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議員 主席報告議員 你剛剛講的那個 職信中心 那個是勞動部 勞動立法人署的 我知道 對 他一年大概有辦六班 他有一些 autocad 園藝班 水電 大電 大電 我告訴你 你要想 一個職信中心 一年六班 一班幾個 他們三十個 一班三十個 一年 百倍 百倍 你還要 謝謝林西民議員 以及林志宏議員 正好 有我們現在 都 conscient 已經十分鐘了 休息 休息 蔡教徒 三十五 四 十五 三十四 十五 十五 七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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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可以 感谢观看 主席 局長 局長 各位同仁 大家 午安 大家好 消防局 市局長 我請教你 我們總委 都是教委你知道 現在都市在計劃 都市計劃之後 消防局這個地方 可能他本來是像警察局借的一個房舍 辦公廳舍 消防局局長 你看 往後我們的廳舍 你有什麼怕算嗎 好 請答應 謝謝 黃議員 原來 黃議員 爭取之下 中海鄉公所本來在衛生局的旁邊那塊 預定為消防聽射 我聽到也很高興 不過因為 包括人口各方面的因素 鄉長有解釋說 可能在下一個階段才會來檢討 我們會積極來爭取聽射之外 我在明年 壯尾消防分隊啊 我們有耐震評估 的這個經費啊 約360萬 我要把壯尾分隊的聽射做一個整修 希望短時間 能夠給他們提供舒適的環境 長期 偶爾來拜託我們 壯尾鄉的鄉長啊 包括黃議員跟陳議員能夠給我們繼續支持 來爭取新建聽射的位置 謝謝 謝謝 欸 可能我說的意思 你沒什麼了解 我是說 都市區的山領 本地是不設在現在衛生所的旁邊 以北的地方 但 聽說最近這個這個 都市計劃上還有所改變 我是建議局長你 如果社群教的 醫生啦 像說你現在要 要整理現在舊的聽射的部分 用到你們的黨 醫生稍微省省 應該在另外一個比較 離開我們這個 這個壯圍 都市中心這個地方啊 看不如中央橋 過了 或者在 在我們東港路 這條沿的路 這個東港路 下來喔 我們中央橋這條路邊 來設置我們的聽射啦 因為 中央橋面積重一點 不要這樣 好像太小 因為 慢慢喔 我們的 整個 整個 這個建築的改變啦 應該大樓 慢慢地接來 應該我們的 我們的設備啦 可能會越來越新雲啦 可能那個聽射 不足 我們的 設備使用 聽射可能不足以使用 喔 再來我建議說 我好像看到我們 這個 整個消防的教育啊 對學校的教育啊 我們 一年多了 對學校的小朋友的消防教育啊 有幾次 來 有人問的請教育啊 謝謝 好 請 答覆 黃元對 小朋友的教育 非常關心 那有關學校的部分 除了固定 每年的 這個 防災日啊 9 921的防災日一定 所有學校辦之外 平時我們的分隊 每年 都會到學校進行 防災宣導 啊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辦理各項 比較活的活動 比如說 啊 在前幾天啊 我們也邀請了一些 小朋友喔 啊 配合那個 節慶啊 到消防局來 一方面參觀消防局 一方面辦活動 一方面我們介紹他防災器材 另外今年的防災日 我們也在丟丟檔公園 邀請 我們的 幼稚園跟 國小的朋友 來一起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隨時都會辦理 謝謝防員的關心 我會再來教育 謝謝 好啊 感謝你喔 那個 那個 勞工處 黃處長 我請教你 你對呀 我們一些 非自願 非自願 非自願性的 這個 非自願性的失業的人口啊 當然我們在公務面 有做一些 這個失業救濟 但是對我們勞工處 是不是有做什麼 非自願性的人口的普查 所以說你 非自願性的 你就職業 是不是在組員的 齁 但是你 失業之後 我們有 補助三個月的 這個 這個好像是 失業補貼嘛 齁 我記得是這樣子 之後 你 對這些 非自願性的 失業 是不是 你有做什麼樣的 輔導嗎 因為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用 是在 職業場所裡面 應該屬於比較穩定性的 你會自願性的嘛 所以他用東西 來做 就會應該是比較穩定性的 這個人你有做什麼 負責性的工作 好 請黨務 主席 黃議員 因為我們勞工處跟羅東就業服務站那邊一直都有建立一個經常聯繫的平台 勞工失業可以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那邊領到六個月的一個津貼 那麼 羅東就業服務站也會把那個相關的名單會給我們 那我們這邊有適當的職缺會主動通知他 看看這邊有工作你是不是願意 那有的工作跟他原來的工作不是那麼相符 相符的 我們就會 那個 職訓班 主席 你每一屆 每一屆成功的有幾件 你可以拿一個收集給我嗎 說一下好不好 每年每一屆成功的 實際上的上工人數 在3月份的時候的那個 沒有活動之後有358人 然後6月份的這個上工人數有328人 哪有這麼多 我講的意思你聽到嗎 非自然性離子的 你給他賣給 又 又在 職場工作的人口 這樣 這些人有多少 那有那麼多人啦 有這麼多人 你對嗎 沒有切開來算 這個紀錄對不對啊 那我非自然性離子的人 介紹這麼多人在就業 有這麼多嗎 報告議員 你對嗎 我沒什麼想像的 不好意思剛剛的那個數字是我們就業每一盒成功就業的人數 我們勞工處就已經沒有這麼多人了 非自然離子的 過後你重新就業有這麼多人了 我們沒有這麼多人喔 沒有那個這個數字不是這個數字 不好意思 議員不好意思 絕對不可能啊 哪有可能 所以說 你講話要講得實際 因為 憑我想像的 不可能那麼多人給你沒有成功啦 哪有可能那麼多 沒有同學 實際多少 你會有給我一個資料好了啦 我看你們有那個靈靈嗎 好謝謝 還有一個 我認為 這個外勞的逃逸問題 尤其移工的部分 移工的部分應該是造成我們 在社會上最大 治安最大的一個 一個問題 因為 移工 大部分都是男的 移工沒有你的吧 沒有 移工沒有你的 確實沒有 都是男性嘛 這男性 我看 移工的 這個外勞的 逃逸 逃逸數量啊 是40%左右啊 40%左右啊 有這麼多啊 所以有這麼多來說 教理說有這麼多 用東西非常 非常好 要去管制的啊 逃逸這麼多 對移工的管理是不是出了問題啊 這 處長你看 對移工的管理是 是不是我們家的事啊 報告議員 報告議員 那個 移工的問題 比較複雜 他有時候可能是跟雇主 溝通不良 我們分析起來的原因 那有的是 工作的 形態跟他原來的 期待有很大的落差 好啦 那個問題 當然你一直說 那個 很多問題 到底 那去年呢 去年移工 逃逸的人數有多少 稍微比較一下 有多少 移工的部分 去年有258人 今年統計到九月底子有271人 對啊 到九月就已經多那麼多了 對 要跟年底還有三個月 再加 再加斯文資訊上去 就差不多多少 再加斯文資訊上去 還70月內 就340幾個了 多年多那麼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做處理不可以管理呢 是不是這樣子啊 報告議員 我們會盡量從 漁工的休閒活動 生活管理跟 一些人權上來幫忙做 保障 深藏 深藏人士啊 對採券 這個問題啊 深藏人士 申請 這個 這個批發來 批發採券的買賣問題啊 這是什麼主計啊 我看不採券的都是好人啊 都好人啊 哪有什麼殘障的呢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解釋一下 是怎麼樣 好像 好像 他不是有倫理啊 這怎麼講 應該輪替是啊 你今年抽到沒 你不能再抽 是怎麼樣 我看好像 都是固定那幾個人在賣啊 嗯 我所在的 我那家家旁邊 好像他說要抽 都抽不到 到底是怎麼樣 報告議員 那個採券的販賣的資格審核 都在財政部那邊 資格審核的那邊 那不是在 不是在勞工處這邊 那個整個業務都不是在勞工處的 不是勞工處喔 是 這樣子喔 嗯 還有一些那個 骨折的問題 那個 失業率的計算方式啦 我覺得 失業率應該我們 遺案線 遺案官 用都依我們遺案的 在地人口 作為計算的基礎啦 不要說失業率 就像我們遺案 遺案 遺案人沒有在遺案吃頭 這個順利法 我一直 一直感覺怪怪的 遺案的失業率好像 也是蠻高的 齁 我覺得我們勞工 這兩年 這十幾年 好像薪水都沒有提升啦 那你 你看 地價稅跟 房屋稅 對勞工有沒有什麼 減免的辦法 有嗎 有需要嗎 目前的稅率因為考慮到公平的原則是根據 你有多少土地 然後土地面積 土地坐落在什麼地方去計算那個 地價稅的那個跟身份別沒有不會特別去 另外勾選出來做優惠 那最近 我們勞工處對勞資糾紛 的解決 最近 一年來有幾件 報告議員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總共一年大概都會有三百多件 都會有三百多件 那我們透過 縣政府勞工處跟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的調解 達成成功 達成和解的大概都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百分之八十左右 達成 對 達成之後那對資方有沒有懲罰性的作用 如果那個資方的部分確實有違反勞基法的部分 我們經過勞動檢查會給予採除 對 這裏裏裏裏有寫一個 寫一個 深藏 深藏就位 這個問題 深藏就位 有什麼 我們需要的 我們 法定因進用總人數是六百二七個 那我們已經進用是 一千六四個 對 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 對於 對於 深藏 深藏人士 就位是不是有什麼 有什麼優惠的辦法 報告議員 勞工處有定一個辦法 是說我們如果身心障礙朋友能夠 穩定就業六個月以上 穩定就業六個月以上 我們就發給一萬塊錢的獎勵金 那如果穩定就業兩年 我們就發給兩萬 穩定就業一年 我們發給兩萬 穩定就業兩年 我們發給三萬 所以如果他能夠穩定就業三年 我們總共會發給他六萬塊錢的獎勵金 那雇主方面也會另外有獎勵的那個部分是在 勞動力發展署那邊會有中央的款來補助雇主 好謝謝 謝謝 好感謝 黃建勇議員 謝謝我們邀請 陳宏席議員 感謝主席 兩個局長 處長 處長 各位科長 還有兩個大隊長 各位同仁 大家有關大家好 其實我問那個勞工處長 對於那個勞工退休準備 為了保障勞工退休權利 你現在設立勞工退休準備基金 監督委員會 你現在總共有幾家成立 好請答應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報告議員現在總共有1061家有成立監督委員會 是嗎 是 是嗎 是他們有提播還是他們成立監督委員會 不好意思 是 現在有成立 退休金專戶的有 有1061家 對呀我說那個 要是監督委員會有幾家 申請設立的有兩家 免設立的有五家 對呀 那差異是為什麼那麼多 我們繼續來輔導 輔導那個 我們繼續來輔導 年度內的 好處長請多下 科長回答 好 科長請回答 好謝謝主席還有感謝陳議員 那個1061家那個部分是從 勞工退休 勞動基準法實行之後到現在 設立還存在的專戶 那設立那兩家其實是就是 那個時間內就這段時間內去新設立的部分 所以那個是新設立兩家那 目前有1061家 1061家已經有那個勞工提撥專戶嘛 對 那新設立是兩家 可是沒有監督委員會 有 新設立那兩家也是就是都有專戶的 對啦我知道啦 我們現在現在就是說 勞工退休準備監督委員會 只有現在我們全 全線只有兩家 事業單位在設立而已嘛 那別的1061家沒有設立監督委員會 有沒有 沒有 你裡面說是這樣是沒有喔 副長 我們 存續到現在 目前有的 勞工退休準備已經是1061家 對啦我知道1061家 那勞工那個監督委員會呢 他們各個公司各個事業單位是不是要成立那個監督委員會 議員跟你報告一下我們剛剛這裡看到的這兩家是從 4到9月份之間新設立 有兩家 那所謂這兩家其實事業單位 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他就勢必要成立一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來監督 這個退休準備金的這個使用還有就是 怎麼樣去撥付這個勞工退休準備金的 去給勞工 當作退休金來使用這樣子 對啦那其餘的也沒有設立 這個1061家是目前他還有救治的 救治的勞工 那如果說他現在已經沒有救治勞工的話他可能會申請 撤銷或者是傑親救治等等之類 傑親救治 沒關係啦 那個 局長 科長 處長 對於勞工退休準備金 那現在我們在福島單位在我們宜蘭縣總共有1000 1061家他們成立 監督委員會有幾家或是他們救治勞制 怎麼要去算我不知道在會後的時候是不是拿到本線 了解詳細情形 好啊那個現在我們監督委員要是說 工會的話也沒有那個 監督委員會 對我們在公會有沒有 整得嗎 公會有參加勞工 監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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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也有退休準備基金嘛有沒有 那個是直接講到他們 他們的部分 因為他不屬於任何一個雇主 無一定雇主 所以他才參加職業工會 所以他將來他如果退休的話 直接他領的就是勞保的老年給付 對啊 他也有退休準備金嘛有沒有 那部分沒有 那個部分是我們退休準備金 講的是94年9月1號之前 勞退薪制實施之前 那個因為雇主一定要按照勞基法給勞工的退休金 他必須要有一個準備金在那邊 所以才會有這個專戶 對啊 不是啦現在就是說我們勞保裡面 我們在職業工會裡面的話 某一個工會啊 他把他們裡面基金 拿出轉去 把那產能賣掉 再去做 他們所要 去 變產自產 這樣不合法 這樣不合法 不合法現在我們現在怎麼處理 公會你知道嗎 我們有要求這個工會要把這個錢要電還 所以他們已經全部都電還了 電完了沒有 電還了 全部都電還了 哪時候電完了 電還所以 11 去年 不對吧 他電還 因為他電還了之後 所以他變成去跟銀行貸款 所以他現在才需要 另外多收匯費來償還那個銀行的貸款 可以這樣嗎 可以多收匯費嗎 轉嫁到那個一般的 他們的那個 他收匯費增加的部分是 透過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那個 處長 對於這個 這個某個工會 你們處理的情形怎麼樣 到底現在 整個情形怎麼樣 你詳細的書面資料 請在憲政總實行的時候 好 哪個本席 好 我希望說 對於一般的職業工會 你要詳加的去 查查啦 還是怎樣 一般工會 我相信一般的職業工會 都是很正常 就是說有一些 人毛不張的人 啦 去那盡來盡去 可能去一買房子 社會 這你學別盡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啦 我希望說 對於勞工處 我們對 那個 各個工會是誰在負責 哪個科長 工會勞動行政科 科長 你有去了解嗎 處長請坐 有了解 也有處理 都依相關法規在處理 我也知道你 相關法規在處理 你一年我就知道啊 對不對 有沒有像這樣查查 是怎麼做到這些 才能力量出來 科長要去了解啊 那有沒有別的工會 有這種行情發生 目前沒有 還是不知道 沒有 沒有還是不知道 有沒有去了解 有 沒有發現有 類似的情況 有去也不知道 沒有人去舉報啦 是有這種行情發生啊 好啦 請坐啦 我是說你們去 了解一下 對這件事情的時尊 會後 在憲政總之行的時尊 會有本事 請問列入記錄 要列入記錄嗎 沒有 好 列入記錄 好 謝謝 那位 處長 我請教你喔 非典型勞工這是什麼的 你知道嗎 非典型勞工 呃 OK 好 譬如說是 部分工時 彈性工時 跟我們一般正常上下班的 這種勞動型態不太一樣的 他就叫做非典型勞工 譬如呢 對 或者是說 譬如說他只是做 part time的 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或者是 他沒有很固定的在 沒有很固定的 長時間的在工作 在我們縣政府有沒有這種 發生 有喔 有這些非典型勞工 有沒有 目前 縣政府不管是約聘僱的同仁 或者是臨時的人員 都是 都不是屬於非典型的勞工 他們都有正常的上下班制 那些 那我們 我們在縣裡面 這外包 屬於外包單位 有沒有非典型勞工 在這方面 外包單位的部分 因為 譬如說我們的清潔工作 整個是 統包給其他的清潔公司 有他們去聘僱人員到縣政府來做 清潔打掃的工作 那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是 有的可能是固定心 有的可能是做部分工時 配合他們 每個人家庭型態的不一樣 好 重點來了 現在我們整個勞工政策 對於整個非典型勞工 我們都沒有去照顧 對吧 然後放他們自生自滅 所以說 在整個縣政府 我們要知法不要違法 我們也不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屬於外包勞務的 什麼工作的時候 照理來說 在整個 招標文件的時候 我們就規定了 不能有 非典型勞工的這一方面 對吧 那就是說 一些逃避 規避的時 是不是 有沒有這種那個 我們在所有的招標文件 人力的 招標有沒有這些方面的 報告 報告議員 有關於縣政府大樓的管理 權責在 秘書處 不好意思 我確實沒有看過他的 招標文件 你身為勞工處長 你要注意這些事情 你要照顧勞工啊 你這樣就不去照顧勞工了 是但是我們有時候要考慮的一點就是有的 我自己在工作上 確實有遇到 很多的勞工朋友 他沒有辦法很 很完整的上 比如說像一天八小時這樣子上班 他要提供給他部分工時或彈性工時 你有什麼想法對非典型勞工在我們 宜蘭縣政府守轄區裡面 照理來說 不管你 為外了什麼 招標的文件裡面 就是說 不能有非典型勞工的這一方面 包括我們議員在裡面也是這樣 對不對 我相信說你不能這樣典工啊 譚總理說他來 招標的時候 他用典工的方式來做處理這些事情 那縣政府我們是以 正常的勞工方式的 把這個人力資源 釋放出去啊 我希望說對整個那個招標文件 不管哪個單位 我相信 在 不管各個局處都有那個人力資源 你要去鄉家查查 到底 我們管政府所釋放的那個人力 包括宜蘭縣 我們議會啦 是不是有這個各個局處發包的人力資源 是不是要請問 在憲政總執行有沒有辦法去了解一下 好 好我去了解 好 好我去了解 去了解不是憲政總執行 之前要拿給我啊 相關資料啊 好 他們是 人力的資源情形怎麼樣 是不是典型勞工 非典型勞工 這一方面的 行民提出資源 好 好我希望說處展對這一方面 對再來就是說對於非典型勞工 你有什麼想法呢 那我們 有什麼 方法來照顧他們 我看來很不合理的地方啊 你怎麼說呢 報告議員 因為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如果你限制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夠聘請非典型勞工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擔心 反而剝奪掉一部分人的 的工作 譬如說他是 身心障礙者 他可能沒有辦法一天 很長時間的工作 或者是 婦女朋友 他可能家裡有 老人家小孩子要照顧 他可能沒有辦法 每天工作8小時 或者是像我們那個家室服務的部分 他本來可能有別的公司行號要聘請嗎 處長我現在沒關係 要是說有別的需要的話 他們在職業單位他們有需求 我覺得那個都無傷大雅啦 那最主要就是派遣工 你說現在整個勞工沒關係啊 你現在整個勞工部 我們沒有對於整個非典型勞工的照顧方法 所以我們說實在 他為了一點點薪水 尤其他part time 社會 他沒有很多的保障 對不對 你說 有很多的你說家事服務 很多他們需要這一些的方法 還是有些人願意這樣 那是另當別論啦 可是也要照顧他們啊 對不對 那不是說非典型勞工我們就不需要 怎麼去照顧他們最重要啊 你了解意思喔 你知道有這些人有這些服務單位需要他們 那要怎麼照顧他們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不是我不是限制 不能用非典型勞工啊 我是說 現在我們宜蘭縣政府所出現的人力資源要去委外 那不能用非典型勞工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是這樣啦 處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們會對於勞動條件的部分會 會加強來宣導 不是要宣導 你要一套機制出來 還是勞動部 我不知道啦 對於整個勞動政策 我沒有了解 可是我覺得一般的非典型勞工 起洪做邊緣人啦 人家沒有在照顧這個啦 那我覺得 那是需要我們照顧的地方啦 是不是 你說有的都需要啊 需要就是有什麼 他發生的事情 沒有人不理不睬 我要問這一件事情你要去 去詳加的去了解一下 處長對於勞工爭議事件 那我們縣裡面都是怎麼處理的 是勞工提出來的 或是資方提出來的 都有 但是大部分 提出來的都是勞工朋友提出來的比較多 那我們勞工處就是 針對勞工朋友我們去幫忙他嘛 對資方我們就 詳加的譴責嘛 不是 不是這樣子 我們會針對他所申訴的內容 看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規定 如果是進入調解程序的話 就是由調解委員來拉近雙方的請 前不久啦 在這我上面啦 這個勞工可能他記錯了 勞工可能他記錯時間了 他說我薪水領沒那麼多 他少了領了幾天 結果申請去調除 調除的時候 那老闆知道 本來他要幾天 他都有給他了 可能勞工他忘記了 他頂給他就領了 因為都是跨業 結果勞工申請調除 人家申請調除 申請調除打電話給那個公司裡面 我們承辦人員我覺得還好啦 還是很客氣啦 結果我們底下有約聘雇的人員 就很兇啊 你不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 很多事情 我跟你說 互相 要是說 覺得互相方面 要去互相了解 一樣 人家也願意調除 不是不願意調除 只是你要了解 我們底層的 一般的那個約聘雇啦 或是什麼 我覺得拿雞毛當令箭 這不好啦 對不對 我希望對整個我們 我們縣政府裡面的 不管你們去外面去查查 或是怎麼樣 不可以 在外面 你約聘雇人員 對你的法律知識 來商會 你隨隨便便就 給人家去 採除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不妥當的 是不是說 對於約聘雇人員 他沒有公務人員 他不能去 可以這樣的話 報告議員 有關於我們的 勞動檢查員 是那個 這個計劃經費 是從 勞動 勞動部下來的 那目前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聘請有四位的 勞動檢查員 那他們都是 法律 勞工行政 勞工科系 跟社會 直系的相關的科系的同仁 他們 他們確實有負責檢查 那個勞動部 規定我們 所做的 除了這些 檢查之外 還有後續的 採除 還有對於 被處罰 被處分者的 訴願的一些 答辯 這些都是他們的工作內容 好 我現在說 他們的工作內容 就是說 他有相關的 在大學科系 他有相關的 知識法律 要是說真正要採除的時候 並不是他們在採除 學這個採除單 應該採除單是你們正常的 我們有 那個行政軍 我們那個師傅官 公務人員資格 才可以去做這個採除 不能讓他們 我覺得 有時候你們要把這個界限 他們學好了 拿回來 我們 具有公務人員的資格 任何可以 才可以採除出去 不能他們直接就 把這個採除單 發出去了 是不是 有這種情形發生 要採除之前 我們按照 行政程序法 第一個會讓 受 可能會被 不是啦 沒關係 我跟你說啦 你說得快 採除單 最主要就是 第一個 是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人 並不是他 那還有我們第一線服務的人員的態度 我覺得很重要 是 我預防對整個 再來 處長 對我們就業服務 你到底就業這幾年來 我們的 仲介的人數總共有多少 你有沒有了解 你說仲介廠商的加速是不是 不是 人力有多少 仲介還有那個多少 不是啦 仲介 仲介 那個 我這邊 好 沒關係啦 處長 你會好的時候 你資料再拿給我 好 我如果沒去看你的工作報告 那我覺得處長 對於你整個 你現在 就任處長有 多久了 8月1號開始 8月1號 沒關係啦 你上次就業當時啊 上次就業 不是啦 那個 前幾天嘛 前幾天 就業沒合 11月5號 5號 就禮拜六 好 你現在 8月到現在 你訪問了幾家 那個 廠商 比較多的是拜訪工會 廠商的部分還比較少 但是我們 就業沒合就是要拜訪廠商啦 他們需要什麼人才怎麼樣 我希望說 既然你當作勞工處長 你就要比較用心一下 不管工會 我相信剛才科長 沒有什麼嘛 那不是要去交際的啦 對於整個你沒有去查查 對於工會的 退出準備金 如果是三個 要去鄉家 去了解 對於說 就業沒合 你要怎麼把我們的 4月率 在 降下 我覺得這是你的責任啦 再來整個勞動的 勞動的情形 勞動的情形 我希望說你要去了解 怎麼去絕對 把整個事情 做得好 好來請坐 謝謝 消防局長 對於老舊公寓 我覺得你的執行情形 怎麼樣 那廢後看啊怎麼在這裡拿著 我來 好感謝陳永喜議員 那我們現在請沈德茂議員 主席 黃議員 我們的秘書 這個 處長 跟局長的同仁 我們的同仁 先說官員 我想在這裡 我有幾個 下面開始講以前我想要跟 勞工處 特別提醒一下 我想 沒有資方 沒有資方 沒有老闆就沒有新樓啦 有時候有新樓 不一定有老闆啦 但是那時候新樓就找不到工作啦 所以 老闆跟新樓 本來就是 彼此 其實 本來就是共 共存共生的啦 有老闆你才有新樓 啊這個 政府也一樣啦 因為有這個政府 才有你們現在坐在這裡做官員嘛 因為有你們官員 才會設定出 議員來做監督嘛 希望 你們看不到 注意不到 我們可以幫你倒主意 幫你倒共 希望你們可以改善 讓整個環境能夠更和諧 啊 更快樂 更平安 大家能夠各的安居樂業嘛 我想應該這一個共同的想法 大家應該要有 有了以後 我想我們就開始要來 進一步要來說一下 羅剛主 進來 去查查一些 公司 這有關於 這一個 勞動 勞動的一個 休假的問題 這一個休假 我們的這個同仁 去 你到現場 都歐話不說 就是 資料拿來 刷給 這個 出席 上下班的這個卡拿來看 然後這個 也就帶回去了 勞客要改善 不要解釋 我對公文給你再來改善 都很強喔 然後公文來了 就是說你要去說明解釋 做什麼都可以 結果處長 有問題來了 人家 有一些勞工 因為我的休假 我有有一些失誤 可能我就勞動企業 我一跟老闆 拜託老闆 跟我稍微調一下 我還是有休假 可是你們的 承辦員也不接涉 他說 你們講的勞工企業 的一個 這個定的企業 都違反 勞動基準法 所以全部都要法 我 勞動 勞工 勞動企業就有規定 我可以跟老闆來協調啊 人家那個 勞工也 也跟我們的業務單位講啊 我就 紓搖啊 你一定要划紅扁 老闆就划紅扁 你們還找老闆麻煩 結果你知道嗎 他還找這個勞工進去跟勞工怎麼講 我告訴你 我是為了你們 跟你爭取福利喔 要跟老闆喝就跟他講比較好 老闆做不好 你再跟他講 他跟老闆 出訓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老公出來跟老闆講 你們都走了 他跟老闆講 老闆我告訴你 剛才管政務跟我說要跟你拼命 我剛才給你老闆扔多少錢 這什麼的 這個出去 這個出去的這一些人 甚至到你們的先政府來 幹什麼 那 那你啊 讓勞資不和諧 你那麼會爭取勞工的權利 那 最好是怎麼樣 爭取他的工作機會嘛 最後管政務也過人 你時間都給他出做嘛 你晚上 結果跟老闆講 他那個老闆啊 剛才你說 他有問題啊 是他去通報的啊 結果 老闆之前會發給他 請他走路 他說好了好了 不要做啊 不用啦 我現在下去了 不用再加班啦 不用再做那麼多工作 啊 管政務就要來發 但不用啦 你讓他回家 好幾家的公司 是這樣回家的喔 我跟你們的 副處長說 我等到議會開會完成 過了以後 我找他去 幾天就去看那個工廠 聽他講給你聽聽看 你這種業務人員 那我剛才聽到你跟 陳同喜議員在講 你這個禁用的是 由勞動部給你們的 這個配額 去可以執行這個工作 這幾個人的工作 工作內容 跟他工作項目 跟禁用的人 這個資料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是公開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吧 我省得不好做什麼業務 可以講得很清楚吧 了解一下 可以啦 好不好 裁定一下 請他提供一下這個資料 我真的對這樣子的員工 真的不可取 但是我們又有時候我們又會 又站在一個 站在一個比較同理心的心裡說 如果這樣子壓力學得最大的心 他也沒辦法 我們看他很可能 他沒辦法 他覺得很可能 因為他又當游民 當事業人 他有能力可以做這個業務 為什麼不好好依法去 執行他的業務 然後 讓勞資雙方能夠和諧 平和共生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以法律為主 真正法律為主 那我又告訴你處長 以行政作業 以行政作業 行政的公務人員 行政作業 一定是站上方 我先出份下去 你有問題 你才來生父 我就先出份下去 老公永遠資雙永遠都是輸的 輸的那一方 等到要來 宿宴 再宿宴再行政訴訟 我跟你講那個已經太慢了 因為我都被處分完了 那一種感受 有的老公就說 我要拐問 要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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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呢 說拜拜 以來未生存 我們到 來去大陸 來去淡人家 淡人家目前 又有危險性 因為還不穩定 所以只好 去語言會溝通的 中國大陸 這樣對嗎 把自己的工廠 在我們這裡做生產的製造業的 這一些 可以做製造 這些人 可以領到好的薪水 你把那種壓迫性的 這樣子 讓他離開這個 所以我感覺你執行這個業務 是有問題的 署長你應該 講給你聽 最主要希望你能夠好好的跟你這些 做一個溝通跟了解 第二 我會跟 就是說 我們 現在照顧青年 照顧青年 照顧青年是很好啦 但是 我們說一個良心話啦 另外這個年會 你在做這個年齡 包括處長你 良心講一句坦白 有了我們賺到錢 還要拿回來 養股子 還要養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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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的兒子 不要帶回家給養家裡 家裡 不要負擔家裡的 經濟狀況 其實他們都不要 但是我們照顧青年 讓他有未來 有希望 這個是對的 可是 我感受 我是覺得說 你在青年事務 事務委員會 設置在勞工處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怪怪 勞工處跟青年 青年委員會 跟青年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設置在那個 也不是輔導他去工作 也不輔導他 結果這一些 我看你的業務裡面 這些人 都是在做什麼 他說這些委員啊 讓委員有機會 能直接以 第一線的行政人員 互動 提供政策建言 幹什麼 這些青年 你不要 也沒有輔導他去工作 讓他輔導再跟政府 對話 只有政府對話以後 再去對外面做政策 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些委員 這些委員 是有幾職還無幾職 按照這樣子講 對啊 無幾職這些青年 你用這樣子 是不是很傷這些青年 還有把這些青年養成什麼樣子 高高在上喔 我是宜蘭管政府的 委員會的委員喔 我跟你說 你們家怎麼怎麼怎麼 喔 這才不好 我聽到外面是這樣喔 有了委員就很了不起喔 我是宜蘭管政府的 青年委員會的委員 專門提供 政策給 縣政府去 質詢我們年輕人的 工作機會喔 所以理隊我好像要很理義 理義也沒關係啦 但是這些小孩子 現在他們不是很謙虛 養到他們現在在外面的語言 還有開會的時候那種態度是 不可一試 這次怎麼訓練出來 我不曉得 人 你小時候要丟丟 知道謙卑 管總統說的 要謙虛 要懂得 智慧怎麼應用 要怎麼樣帶動團體 大家 共同努力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喔 我了解這些人出去 態度 好差喔 態度好差 而且 在你的文字裡面 有一個說 貶先為 同志友善成事 你這個所謂同志友善成事 到底是 兩性平等的同志呢 還是這一些小孩子是同志 如果這些小孩子你把它稱為同志的話 那 他很可能就導致為什麼 但是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也一樣 也不好 好像這個委員會是民進黨設計在這 我們是同志 我們都同志喔 這樣不好 所以這個文字是不是用了有一點點不是很好 這個同志 同仁不是更好嗎 你的工作 在97月裡面 我只是講給你 處長你知道 你也不用回應 這個回應也不需要 至於青年裡面的 在那個 青年交流中心 在宜蘭航口裡面 我有時候去看一看 好像 好像沒什麼 交流航口 宜蘭 宜蘭航口 那個 火車頭 這個交流 社會好像也沒有在做什麼 沒有人啊 有時候也沒有人啊 處長 你看這個要怎麼讓他 交流可以更穩定 發展起來 你有沒有 有沒有你的想法 這位你沒有去注意到 請處長回話 那你講看看 請處長回話 主席 沈議員 有關於青年交流中心 我一上任第一天 就去看他那邊的業務 了解他們做了一些什麼 他們 每一年會辦理很多的 有關於青年職業發展的這些 我不要辦東西 我是說那一個 那個交流中心那個航口 設在那裡 他能夠為別人做什麼事啊 為別人 為青年朋友 為自己做就不要了 為青年朋友 對啊 我看了很多人去那邊 沒人啊 他除了我們會定期或不定期的辦理一些講座 還有一些青年朋友的社團 會借場地 去那邊他們可能是排舞啊 或者是社團活動會在那邊 可能議員去的時候 剛好那一天沒有活動 他肯定好像是 拜祭 拜祭教訓 其他連禮拜六禮拜天都有開設 甚至還有一些 年輕朋友的一個 創意的比賽 這些活動都有在那邊進行 好啦請坐啦 我是希望 這個交流中心 真正能夠為青年提供 但是 也不要忘了啦 我們這些老會也要幫忙 人家有些不曉得 這一個 我就聽他們講給我聽啦 因為 政府竟然設置在那邊 他來有一些老人家或者 來到我們這地方 他不知道地方問他們 他們不太想要禮會 不想要插人 不是年輕人我不會插人 我有老人有老人 炒魚 所以 年輕人我就 打炒魚 老人 我沒辦法提供 因為我是在做事 馬上切割 馬上就切割 這你要去平民 我這裡沒辦法 我想 不是這樣子吧 處長 應該 能夠 互帶服務嘛 這個 總是有邊際效益嘛 政府花了一個錢 讓你在那裡 總是有邊際效益 多少也多服務一點點 人家 搞不好也給你按個讚啦 說你綠中心 我那一天 我從台北來 我不懂 不知道要往 議會來 我也不曉得 要公也不曉得 那個交流中心 也不錯 服務員做到那年輕人跟我講一聲 按個讚也好 不要切割啦 拜託拜託 以上 再來我想 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消防局 消防局 請教你一下 五捷的那個 我一直很關心的是 五捷消防的那個 辦公廳 旁邊那邊還有三四 四五十坪 就在 它是 會影響到你的 消防車的出入 我一直想說 裡面可不可以 把它徵收 或者用架構跟它買起來 可不可以 好啦你說啦 沒關係啦 主席 神議員 五捷分隊 從蓋好到現在五年 不要講那些 那一塊 幾乎神議員都有在關心這個事 講那一塊 針對那一塊 那一台 那一台 是44.2坪 那我上來之後一直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去問一下財政處 有關 事業新辦計劃必須要有新的公共事業 才能夠訂定這個計劃 那你做啦 我就跟你講 那 那一個地方 你的車子要出來 就 左邊 左邊 視線就不好嘛 那個那條道路有 車輛速度很快 叫五叉入口 怎麼沒有新辦事業的一個理由跟需求 還有你的訓練也沒有位置嘛 你現在的辦公廳 在宜蘭狗小 你們人不客氣 你們的小紅車出門 那孩子是不會動的 你跟你們有人反應 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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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批高球 所以我 我真的是很 語重心長也良心 講那麼十幾年了講不出來 我看 局長 我希望你能夠 在你的任內 在你任內 能夠把它做好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好 我都講過 如果 如果說 按照宜蘭縣政府的建設金會 議員的建設金會 第四年才要 才要給議員 那不如就是那個錢就來買那個土地嘛 讓我們的 我們的兄弟在那邊 出入安全嘛 對不對 出外 出入安全 這很重要啊 那一塊拿起來的時候 你看看你們的停車 東西都方便 也不必求人 幾百萬的東西 這麼多很多錢都在花 三四兩三百萬 這樣做不起來 你如果說他們 圍起來之後 你就亂了 現在連內民眾 這很好 利責人 沒辦法 你先放 我希望 不要給限制時間 局長你真的 用一點心下去努力 好 第一個 第二個 前幾天 你有看到 警察車 警察車 外縣市 我們的救 那個是民間救護車 大概都是民間救護車 比較多 如果都是你們的救護車那麼多也麻煩 也沒有那麼多元力 你看 警察在前面 我連他的救護車 叭叭叭叭叭 新聞報導是說那一部警察車突然間左轉 那個前面那一艘警察突然間左轉 所以他 他啪的撞下去 都趕著撞下去 你看 連那個救護車 連警察 都會去擋路 這也是很恐怖的事 警察第一個是優先先讓路 前面也沒什麼警察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螢幕 看到那個內容 我們也真的很害怕 宜蘭縣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子 因為警察的執行也過了 我們的素養夠不夠 搞不好有一天是 八星都很配合 換警察不配合 那這個 很危險 所以我這裡特別給你提醒 你要跟你在線路匯報一定要提出來 請警察局 一定要跟我們的警察同學 開桌如果看到 不管是我們的 救護車 或者是民間的救護車 我們都應該要 真的要優先讓他同行 都要優先讓他同行 保證大家安全 你看那個救護車上面往生的人 誰要來出錢 將來又是爭議 我們都很煩惱 第三個我想要請教你一下 剛才你一直說 你都是募款 募了很多款來做很多事 我想要問一下 你那個募的款 募到哪裡去啊 有沒有進入我們的 縣庫 再滑出去 有沒有 你可以說給一下嗎 沈議員 我剛剛所報告的募款是指 住警器 就是住宅警報器 這個部分除了我們縣政府跟中央 所編的部分 不要不要不要 我就說募款 你募款募到的是錢 還是物資 我們 他給我們錢 但是 我們希望他直接 代購完之後送東西給我們 我們有 我知道有關 這些東西 你要不要列為 你的 財產清澈裡面 我們都有列管 都有列管 是 如果有壞掉 誰來處理 就是壞掉的話 那我們的優法會把他報廢 就是家裡如果有壞掉 我們會給他更新 這是民間的上場 過期了 或者損壞了 那 是不是 那五節四節地方 以前的林曹旺議員有補助了一些 消防的一個器材 還有打中那個 他有補助那個 也設了 我希望你們有機會 去了解看看 也去幫他 輔導一下 讓大家那些東西 不要過期了 還有一些 這樣子 有什麼茶辣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 鐵鐘那種 可以敲 警鐘 警鐘 那種可以敲 是不是 感謝沈德茂議員 我們請吳秋玲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 兩個處 才那個 勞工跟消防局 處長跟局長 有同仁 我們的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呢我想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消防局 今天很多同仁都在關心我們的消防設備的一個問題 對於消防疫的這個 太患 我相信你也 你說了很多了 對於這個 在未來的這個幾年 我們都會編列一個預算來做太患 那你也提到了在你的車上 那一個 那一間已經八年了 我相信你現在用到他來救火的情形 應該 沒有機會了 不過你會在現場指揮我 這我相信 所以 對於這個 長自備的 不管小隊長或者什麼 他只要不是在現場 侵入到這個 直接到火在現場 救災的這些同仁 這個消防疫的話 原則上是 比較劣到後面來做太患 原則上就是在現場的兄弟為優先 因為他們的使用率才會比較高 然後才真的是使用在這個 救火上面 所以 這是一個大原則 所以 不管是哪一種的這個配備都一樣 我是覺得還是以優先 我們的現場的兄弟 為第一優先來做太患 那再來 最近我看到有一個LINE傳給我 就是說對於這個 我們的這個 消防的一些知識的 這一個 補充 他說我們有好幾個項 就是對於一些的誤導 比如說 我們碰到火災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這個門關起來 然後就是 跑到浴室裡面躲起來 另外就是用那個 用 濕的毛巾污入口鼻 這些都是不對的 但是 依照我 所了解的一些的 這種 這個 碰到火災的這種經驗 的這個 宣導 使用我們的這個 從陽節的活動 我們的這個 母親節的活動 甚至父親節的活動 會利用這些活動過程當中 做宣導 但是我比較少看到我們消防局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配合 共產核裡面碰到了這樣的一個 災情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他知道他怎麼樣子的來 逃生 來自救 能夠減少這樣的一個災害的損失 所以 局長 對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這個宣導 你可以知道 你從一月份來到現在 我們在消防局裡面 做了這樣 有多少場的這個 的 宣導教育 主席 吳議員 各位議員座大家好 吳議員是教育出身 所以有關特別關心有關 防災教育的部分 那麼 陳如 這個 吳議員所指出的 我們同仁比較保守在 防災教育的曝光率上 是比較少 那麼 現在 我上來之後 包括 譬如說 102 921國家防災日 我們就配合所有學校辦理演習 那包括 我們譬如說 Halloween 這個萬聖節 我們也請了小朋友到消防局 來參觀 來進行防災教育 包括 我們的這個 國家防災日 我們也在丟丟堂公園辦一個大型的防災教育 也請了 民心來代言 所以 吳議員所指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不站得再加強 那這個部分 是我們將來未來工作的重點 那 有關防災教育的內容的部分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有人說地震以後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門打開 那門打開就可以出去就應該出去啦 不是門打開人又跑進來家裡 等地震完再跑出去 這很簡單的道理 那浴室 因為他本身 一般浴室的門 不是實木的 他都很加強 所以有可能造成 預熱之後分解各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 浴室本身的管道跟房子是連通的 會通嘛 所以 如果沒有把浴室底下的門縫塞起來 浴室的那個 相關的管道塞起來 當然這也造分出來 市長 這些東西 我希望你留待在我們做宣導的時候起提 好不好 你先請坐 謝謝 因為 我要的是 我們用小而美的一個方式來做 這一個消防的宣導 不用很冗長的時間 因為有的人坐不久 有的坐不住啦 你說坐坐 我叫他一間多久 兩間多久 坐不住 但是你也 十分之二十分很簡單 能用意見掩蓋的一個方式來告訴他們 你該怎麼樣的第一時間來逃生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我是覺得是OK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去好好的研究 跟怎麼樣配合我們相關的一些的活動 不用很大型 一下子一場五十個人 我們如果能夠讓四十個人知道 不是很好嗎 現場一千多個人 沒在聽的 一樣沒在聽 好不好 好 我們努力 那 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說對於打 119 110 叫救護車的 彎道處 旁邊就有一個 剛才零酒嘴就靠電話 他就要叫他去那邊 結果再回來 在那邊 他妹妹去把保 去把他帶回來 他妹妹要告訴他 他又打他 他就再來又叫他 他妹妹又打他 我知道了 他又叫他去那邊 浪用救災資源的 我覺得 我們不一定就要給他罰他 但是我們把他列入黑名單 這個問題 請善用下你們的腦筋 怎麼樣來研究他 好不好 所以希望 這個 希望下一次 我們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知道你們怎麼解決的 好 謝謝 再來就是 我們一個消防的APP 我們現在 現在上路了沒有 怎麼用 我們有沒有人知道呢 我們防災APP的部分 總共可以提供11項的服務 那麼因為 這個是深耕計劃裡面 所設置出來的 那設置出來這個部分 我們跟計劃處研究的結果 已經開始可以使用 但是目前是供給我們 防災人員包括鄉鎮公所 各局處跟消防局 相關的單位 先行這次 機長這樣好不好 因為 我的時間不是很多 那你會後吧 這一個 這個 我們這APP的 這一個 怎麼樣來使用他 然後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程序 或者怎麼樣來 給我們 給所有現場的 這個議員同仁 能夠知道 怎麼樣來應用 我們也能夠幫忙做宣導 好 好不好 請坐 謝謝吳議員 那 勞工處 處長 來多久了 報告議員 8月1日上任 到現在三個月 三個月了 你也曾經跟我講過 這個曾經是 我們這個勞工運動的 這一個 成員現在來解決 勞工問題 是有時候 真的 跟 原先的一個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您請坐 剛剛很多的議員提到了 這一個 我們的 勞退基金的 提拨監督委員會的 這個問題 當然 對於 一些的 工會 他的應用 這些的 基金的 一個想法 我們有的時候 不 不得不承認 他這一個方法 是有一點 是 蠻先進的 他想善用 這些資源 但是 基金 必定是基金 他是不可以 這樣挪用的 所以 我們要來 探討就是 這一個監督的 這個 基金的使用 其實在 在法上面 他是不能用的 對不對 是不是不能用 但是 如果用的話 那我們會有什麼 懲處沒有 方高議員 那個 勞退基金指的是 94年以前 那個 按照 救治要提拨 退休金的 這個事業單位 那剛剛 陳議員提到的 那個工會的案例 他用的不是 勞退基金 他用的是他 勞保費的 結餘款 那個部分 確實有 瑕疵 因為他們 當初經過 會員代表大會 做那個 決議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 那樣子做事 是 不恰當的 所以事後 縣政府 有行文 請他們要改正 那個 用來購置 會所的 這個錢 必須要 電還 所以他們 為了要電還 這個錢 就去跟 銀行貸款 這個錢 全部都已經 繳清了 好 署長 當然他們 這件事情 也做了一個 處理了 也 也解決了 但是解決後面還有問題 在後面問題 他們還必須去面對 但是我想 我所關心的就是 其他的工會 其他的這個機關 他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一個 狀況 你有沒有去了解 目前 我們 所掌握到的 各勞退基金的 那個監督委員會 他們對那個勞退基金 其實是沒有被 沒有被 被挪用的狀況 那各工會 目前我們掌握的狀況 也沒有去 動用到 像 我們所了解的那個工會 去用勞保費 的那些費用 去挪作他用 目前的狀況 是沒有這樣 不過我們會持續來 監督輔導 就是在他們 開理事會 或者是 代表大會的時候 會特別留意 他們的決議案 是不是有違背 法律強制規定的部分 會輔導他們 要做合法的決議 處長 其實 這件事情之前 已經有一些的 這個會員跟 會員代表 他們發現這種狀況 只是說 我們並沒有及時的 去遏止 這樣的一個 問題發生 所以 可能現在 目前 我們 好像覺得說 應該沒有 但是 也有可能 像他這樣的一個 工會 他們有 剛剛說的 非常跳躍式的一個方式 假期放在那邊 還沒有利息 所以我來 買一個 財産 這個財産也不是我 但是是空會 但是這個東西 不對 所以我們 身為我們監督機關 應該要及時的 能夠預防 避免這樣的 情形發生 所以 希望我們 能夠隨時的 去注意下 各工會 他們的運作 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 影響的不是 只有他們幾個人 是影響 所有的這些 這些 會員 他們的權益問題 所以身為 我們的 監督機關 希望我們來努力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再來我們剛剛 很多的議員也提到了 這些 那個 外籍勞工的 逃跑的問題 尤其 這個 漁工 所 這個 占的 這個 層數是非常的 高 那因為 對於 這個 雇主 跟這個 外老老講 這個 外老他跑掉了 他可以找到一個 薪水 比他更好的 然後呢 他這個 呃 他縱使被 被找到了 好像 感覺他是沒有罰則 也沒有刑責 大不了是被遣還回去而已 但是對於 這一個 雇主來講 他就是 一下子就找不到 那個工人 他就 缺了工了 那對這個問題 我們 站在 這一個 我們在監督的 立場上面 我們也不希望 他們逃跑啊 但是 在雇主來講 他真的是 也沒有辦法 但是在違法使用 這個外老的這個雇主上面 他確實是不對啦 但是 對於這些逃跑的外老 他確實一個誘因 他今天在這邊賺兩萬塊 他說不到跑到其他地方 他可以賺個四萬塊 說不定不是四萬塊 他說不定是兩萬塊 只是說 他前面的兩萬塊 他還要交什麼 交什麼交什麼 但是這邊的話就不用再交了 他近賺兩萬塊 所以對這些 這些外老來講 好像 可能比較好 對不對 那所以這樣的問題 我們怎麼樣來 來協助雇主來解決呢 主席吳議員 是這樣 對於逃逸的外勞 他按照就業服務法 他不是沒有責任 但是實際上要執行的時候 確實很困難 我們雇用逃逸外勞 或者是容留非法外勞 來雇用他工作的 這些雇主 我們 財法是15萬 最少是15萬 但是對於這些逃跑的外勞 我們即使要財法 因為按照行政程序 第一個我要請他來做說明 做陳述意見 通常我信不曉得要寄去哪裡 因為他已經 可能抓到之後 他兩個禮拜以內 就已經遣送出禁了 再來 第一個是他沒有辦法 我合法來做陳述 第二個我即使要寄罰單 給他 他可能也收不到 再來就是他在台灣 沒有財產可供執行 你即使罰他再多的錢 你通常也罰不到 變成 同仁要增加很多的 行政程序 去處理這些 徒勞無益的事情 那對於 你的外勞 如果是逃逸的這些 說起來是有點吃虧的雇主 他必須我們規定是他在 三天之內要進行通報 他要趕快來進行通報 然後通報之後 在三個月內 他可以在 六個月內可以再聘請 新的外勞 那在這段空窗期 如果是 是家庭照護工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 申請一些 本國的 勞工 或者是一些短期的 那個 喘息服務的部分 來接手 直到他新的外勞 來到這裡 那比較麻煩的 其實是 漁工的問題 那漁工他可能是對於 待遇的不滿意 或者是工作的 場所的 跟他原來期待的不一樣 所以勞工處也在這方面 特別針對 外籍勞工的部分 我們辦了很多的休閒 娛樂活動 球類競賽 烤熱活動 民俗活動 盡量能夠讓他們儘快的融入台灣的生活 局長其實 那些什麼 卡拉OK啦 球類競賽 對他們來講 不是很大的誘因 我剛講說 他很大的誘因是什麼 他換了工 他離開那個 食廠 到另外一個工作的時候 雖然說 他是屬於 陶意外 但是呢 他怎麼樣 他可以工 薪資可以多一些 最主要的誘因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對他來講 你 所以 我 我跟他講 他沒有行責 沒有罰責 所以沒有 不痛不癢 那我就 我換個工作 然後 然後 大不了讓你抓 我就讓你遣散回去了 所以 對於他來講 感覺上 並沒有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 我們應該對這個問題來給他 因為他既然我們要 請他進來 來到台灣來 做這一個 不管他是 家事外勞 或者是漁工外勞 不管他是做什麼 他只要逃跑 我們怎麼樣的來給他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限制 加來 因為 聽說他換個名字 他又可以就再進來了 我們怎麼樣來解決 怎麼樣給他一個限制 議員這確實是一個 讓人家很頭痛的問題 那他在 因為 東南亞國家 他們對於 護政的管理 不像台灣 這麼嚴謹 確實他換了名字 或是改變一個身份 用了一個假身份 再進來 台灣這邊要做 要做 稽查 確實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 工作的重點 就是從 雇主 就是 就是你沒有去申請外勞 你就不要用 這些外勞的這些 從這個面向來著手 讓我們做了很多的宣導 希望就是說 大家不要貪小便宜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 聘請外勞 你按照 法定的程序 去做申請 那你就可以合 合法的聘雇 你如果用這些 逃逸外勞 我剛剛說的 他的罰則非常的重 就是從15萬起跳 我們曾經抓到有那種 整車不載了 逃逸外勞 要去工地上工的 那個一車六七個 那按照勞動部 的行政的指示 像那種我們一抓到 就是財罰75萬 是非常嚴重的處分 好了 局長 處長 對於這個問題的話 因為 我是覺得 當然 我們 我們的雇主 也不要 隨便用逃逸外勞 對 這是我們應該做宣導 但是對於這一個 外勞逃逸的時候 我們 怎樣給他 怎麼樣的一個 處罰 甚至刑責 我們應該要再做檢討 不要光只是說 罰我們自己就好 他好的罪就好 這樣最是不公平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 在這個 在開會的時候 能夠做反應上去 其實我們現在有 對外勞開罰單 那實際上就是我剛剛跟 議員報告的 罰不到他的錢 真的這個是我們 最頭痛的部分 最後一項就是 給我資料就好了 就是我們的教師團體的一個協商的這個問題 在8月19號那天 被判說我們憲府敗訴 那對 好 以上我們感謝 吳修理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 陳孝仁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陳孝仁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陳孝仁議員 歡迎 陳孝仁議員不在場 我們接下來請 由 詳德議員 歡迎 首先喔 我來請教我們 洛工廠 黃處長 你在 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你參加這個 一些 老團的 這個 活動 從來包括勞資會 都市勞計劃剛剛實施 民國七十三年 所以我們對 劉工的這個 政策 劉工的 款力 你 可以很清楚 你剛才三個月 來看本席 現在在看你對議員的這個 啊 對打 其實說起來三個月的時間已經有進入狀況 這點我給你肯定 那第二點就是說 管政府啊 啊 都有在定期辦這個 酒的美好 啊這個酒的美好 其實說起來我們也促進 很多這個 飾業的勞工 或是說要 要 跳槽 要轉型的 一些劉工 一個很好的機會 當然這種 的業務要繼續辦 啊 但是喔 他 本身所了解 現在目前我們 宜蘭官來 投資 這個 這個事業單位 包括工廠工廠 施工還是非常的嚴重 啊這個施工嚴重 最主要就是說 現在的孩子 現在要照顧的這個 老工 他們 第一點 他們要考慮的就是薪資的問題 喔 第二點就是我們要考慮說 這個就業環境的問題 然後 他的勞動條件 齁跟公司的這個 這個福利 當然他有做很多選項 有的感恩 我就沒有實驗 啊 但是你這個 沒付了 我的要求 這樣 我就沒了 從他目前 這個 他專家 在評估說 我們台灣目前的這個 啊 一些少年人的這個 就業 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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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國大陸 一些年輕人的 他們那種 昏花 突強 大家 為了家庭 他這個 經濟 大家要拚命 那種的 比較 其實說起 我們台灣 目前的這個 這個 酒業的人口 跟這個 酒業的市場 實際說 沒有那種競爭力 我都要拚很多 所以你也很清楚 我想我 針對這個問題 啊 啊 因為這個 過去 我們 我們 鐵劉鋼的設想 要怎麼來突破這個問題 啊 像我們 我們 常常都接受到 啊 一些這些工廠 說啊 你剛才幫我找個鋼人 我哪個鋼人欠多少 都是在大型工廠 啊 當然 我頭一個反應 我就跟他說 啊你 薪水通過關火了 我現在 也不是薪水的問題喔 也不是薪水的問題喔 我針對這個問題喔 你們要去探討過 怎麼來依靈姐姐啊 副議長 劉議員 那個針對那個現在 企業缺工的問題 其實是有時候是 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孩子們所學到的 專長技能可能不是現在 企業界所需要的 專業的這些項目 那專業需要的這些項目 剛好我們這些孩子們 又不一定 不一定那麼專長 所以我們現在 透過 已經在 已經跟 幾所高工高職 還有 技術學院宜蘭大學 我們在他還在學的 時間 就帶他們去做 職業的參訪 帶到各職業場所去了解 職業他們 各個工廠 企業他們所需要的工作 型態跟專長需求 那也希望能夠 現在在洽談中 也希望能夠 開始來進行 就業媒合 就是這樣這些孩子他們除了在學校 念書之外 也能夠有一部分時間到 這些公司企業去做實習 那麼他們畢業之後很快就會進入狀況 就成為這些企業所需要的人才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部分的解決 好 如果這樣說起來 我記得在民國 六十幾年七十幾年的時候 台灣人怎麼做的經濟開始就在起背 有些 高工 高漬 的一些學生 他們有那一種 建設合作 其實說起來 你來檢討起來 就是台灣這個教育制度的問題 如果你是在高子學校 還是專科學校 還是二技四技都不等 最主要 最主要 就是說 他有 事業單位 提供 學雜費 又包括 有一點薪資 給這些鷹 有一個很安心 在高子學校 在就學 然後 你到某一個段時間 你要到這個工廠來熟習 我想這樣他畢業之後 他就沒有人講就業的問題 所以說 要檢討起來 就是 我們台灣目前就是這個教育的問題 如果你是正規的 高東生 像樓高 宜蘭高中 或是說 台下 我就 幾天就只要讀書而已 我就沒有那一種問題 所以說這個孩子出來台下出來 要找頭路不能找 因為他沒有一支支柱 所以說要檢討起來 有時候由我們地方 地方的政府 要來反映到中央說 這個制度要改 這個制度要改 你這個制度如果不改 企業要找人 不可以找 比學生 他就失業 從這就是延伸社會的問題 現在請問說 目前我們伊蘭管 這個失業有多少 佔百分之多少 目前伊蘭縣的失業率是3.9 差不多是跟全國的總失業率一樣 如果在3.9的話應該是9000人左右 9000人左右左右 所以說 相對這個問題 你現在心裡老公處處長 如果有機會的話 應該要做一個基層的反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您先做 我當初定期台會的時候 我有跟那個 衛生局 然後有跟 勞工處 陳常委處長 陳處長 我剛才探討這個 伊蘭縣整個醫院 副理人員 這個加班的問題 啊 我知道你們 管政府 目前對 一些工廠 他們就加班 炒到不來炎 我知道 但是 如果說 伊蘭這個年齡 我們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我們要去工廠印證 薪水無關 三四千塊而已 一個月 但是我的想問啊 有加班嗎 他如果說 我這間工廠 我沒有要給你加班 怎麼就不幹了 我沒辦法 你才上班 我絕對要找 有加班的 我只賺一塊 他要買五年份 這是一般 過去 我們這個 老老公 我們 一種想法 我想 他目前 也有很多 這些年老公 他們也有做一種想法 但是 我們的政府 就是說 為了老公的 活動 他就不能 每個月 不能加班 超過四十六個 四十六個小時 如果你要超過 你這個工廠 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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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衛體 你就違反 那個基本的 勞動條件 就給你開發 兩萬三萬 就換下去了 所以說造成 造成 很多的 這個 麻煩 我現在是 這樣 合約 如果 這個工廠裡面 就沒有勞工在投資 他們就要加班 就給他加嘛 你想 食品業 每年拚當時 每年就拚這個 公元節 七月盤 中秋節 過年 這個大月 你叫我不要加班 工廠叫他要關起來 平時 他就沒有辦法加班了 平時就生意不好嘛 你叫我加班 工廠也沒辦法加 對這個問題 在我們先政府在職務法的那種層面跟態度 你認為職務法比較好 好 請打入 報告 有議員 是這樣子的 勞機法 他不是完全限制加班嘛 你也知道是一個月他只能加46個小時 他立法的意思就是希望勞工朋友不要 要長時間的 連續勞動 這個不是一個人的 體力能夠負荷 也會影響勞工的健康跟工作效率 我們在職務上 曾經看到有勞工朋友 一天上班 連同正常的工作時間 長達15、6個小時 一個月 連續上班 25天 甚至到30幾天 中間都沒有每七天 休假一天 我想這個任何一個人的體力都承受不了 好啦 那個司長 如果他是比較那種 異議那種 現狀的 當然這款要提出 要糾正 這一定是要的 如果是說 我就這位加班 就正常46小時 有加班 就差不多50幾歲 60 但是他是分散的加班 我想應該 也要體諒 企業經營的困難 其實我剛才說 老公要穿不太簡單 我就現狗就只要人 我工作不做好 客人又去看 還要叫我怎麼做 所以說你們要拿這樣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而已 那就是我說 護理人員 他們加班 領得加班會 到底有沒有 依照我們老計劃 所應該給他的那一種 那一種待遇 我叫他們去 去收集資料 我現在也要請你報告 謝謝 報告議員 對今年 100坑4年到今年到 上級的危機 我們對醫療 診所的總檢查廠次是 114家 那其中查到有違法的 只有9家 其他的部分 他們有加班 但是都有按照 勞基法的規定 來計算加班費 那另外一個是 對於 醫療保健 跟社會福利事業 譬如說像一些 護理之家 坐月子中心 這些 我們從去年到今年 總共檢查的廠次 是 79家 那他們違法的 太陽總共有12家 大概也都是 延長工時 或者是 休假日沒有按照 勞基法的規定來算加班費 所以說 像這個 副理前年 像 黃思琴議員 他也算 老教 他比較清楚 過去就是 常常有人來投訴 常常有人來投訴 因為 他面對的那種病人 因為生病嘛 性的暴躁 還是說 比較 不穩定 所以他們每天都要應付 那些病人 然後 又要加班 加班 他們又沒有要付加班費 一直累積下來 那一種 那一種心情 你別人心情賣 我做學習的人 我心情比你更賣 所以說 有這個矛盾關係嘛 既然是這樣 有在做就好了 我最主要就是說 宜蘭官 這個 你請坐 這個產業 到目前為止 農土工業區 還有理財工業區 有一個在請什麼 讓我們在 宜蘭的主地 有一個 酒業的這個機會 勞工事不一定 就是什麼問題 就是都站在 努工這邊 我們也要 兼顧 租方 他們的 立場 所以說過期經常 你說勞工一家嘛 勞工一家 所以勞工一家 就是什麼 就是 老工 老工 跟老工 老工 這個關係一定要做得好 所以我們 你們的主任就是這樣 以上的主情 謝謝你 再來 我們請教消防單位 消防的 災害 你如果說 十幾年前 到現在來比 我們的 災害的出數 可以說 降很多 降很多 尤其說 我們冬山就好了 以前 灰境 一年 兩百幾百 跟冬山一個分隊而已 屁股本命 隨便而已 最大的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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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的 其實說起來 那個時候 紀錠的工廠也有多 紀錠的工廠都木造了 一個燒了 一花不可說數 在民國 六十幾年七十幾年的時候 你說像這些大型的工廠 包括台花槍 包括台年 他們都有駐備消防車 但是你看 延伸到現在來 現在就是 我們的消防 分隊也好 我們的 裝備、設備、車輛 我們都比較先進 機動性也比較高 這東西 我們消防 這兄弟 十幾年來 大家共同打拼出來 所以現在 實際上 因為他認為說 現在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就跟 打疫苗 救 消防隊就來了 所以你看 他們的車輛 也不要太積慣 自然淘汰 就不去了 像台年 台花又一台 不知道誰會走 誰不會走 我也不知道 過期是都變多 因為我多個工廠 我知道 過期都變多 都變多 每一單位 整個來做的 砲灰 砲灰 隊員 但是我現在都不落實了 都不落實了 消防研練 每年定期辦一次 定期辦一次 意外經驗 就是將就 每一口 每一單位 你都把它調兩個出來 你們派工師去 現場 就要研練一下 過期 如果說比較大的 就是工廠 做工廠 或是做一些 柱花威 什麼的 就把它放在 坑爹那裡 一堆這麼大堆 放火燒 就這個機會 放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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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開鍋 大家來打火 過期就是都這樣 倒到差不多 才叫你們來 所以說 這種 這個 這個 已經 輸入 單位 對這個 防災眼鏈 已經不落數了 不落數了 如果說有一天 發生問題 第一個 抢救時間 就是 就是 他們家庭而已 所以我針對這部份 我是 好好說 我們 消防隊這邊 應該 再 過工廠 過輸業體 你們要加長先倒 要加長先倒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說這個 防災的姿勢 防災的姿勢 現在社區都在辦什麼 舞蹈啦 唱歌啦 什麼的 但是對身家生命財產問題 大家都去呼吸 我當時我要做社區理事長 我每一川 每一盒 我都送一支 那個 那個 沒有氣 但是這支送一沒有氣 我們都有定期在做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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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身的 時間給我們都換 我自己的社區裡面 對 吼 有 沒有氣的時候 發生兩敗的這個火災 結果你們 消防車到他 我都自己打發 像說這個名字的光明啊 就是第一時間抢救 是最有效的 是不是說 我們 宜蘭館政府 宜蘭館政府 在 榮市的環境內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宜蘭館所有的十幾萬的 十幾萬的 可以每一盒 都給他一支 這個 啊 這個沒有氣 這應該是 做好我們宜蘭館的這個 這個 這個民眾 是一個最大的 這個 福利 我想這個問題 你們在先入會議 我希望你能夠提出來 喔 他有很多 有這個 這個標示出來 這是我過去的經驗說 有真正有這個東西 啊就是 發生 火災的時候 我自己就打發去了 啊再來吼 我當初的話說過 林蘭館政府 真好意啦 看到日本 這個 311 或是我們911 大地黨 啊 就每一盒都送一個十九包 我問在座 你們在座 你們的集囚包現在放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想 如果我先知道 那些集囚包 大家都放在那裡 都不知道去了啦 裡面也有一罐控杖水 也有消炎 藥品什麼 那些都不容易了啦 那都不容易了 啊尊重你管政府 現在沒辦法 那些東西 你把它更新 啊不然你們也說 花一個公共費 說我過去送你這個 集囚包那裡 三個都過去了 請你們每一盒 你們都自己去買東西 買來換 其實說起來 鎮腳 鎮腳 那個顧別婦的 頭廳廳的 那些都沒有這個問題啦 最主要就是公益大廈 保持 這種才有問題啦 真正如果說 搖地黨搖到 大樓口合起來 就是那才有用啦 鎮腳的人走 都走走走外面 外面有處理啦 你就是 要有所作為啦 以上的事情喔 謝謝 好感謝 有翔得意 還沒休閒嗎 有啊 沒休閒 再一個再休息好不好 大家沒意見喔 沒意見就繼續再一個 好不好 好 繼續我們邀請黃素晴一言 主席 局處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不知道 怎麼那麼快換我了 我這邊先問那個消防局 我們在那個所有的統計上 我們的救會怎麼會那個消防人員大於 益銷人員 請請你答覆 所有的統計上 打會時 我們這 照統計怎麼會我們的消防人員 警銷人員 出勤率會大於益銷人員 請你答覆 好 局長請答覆 主席 黃宴 因為現在我每一個分隊 基本上他隊員 可以到達 包括主管可以到達九個 加上替代役 加四個 也就是每一個分隊平均有 12 至14個同仁 有那個超阿會 小的會 如果沒有當中就微消的時候 目前的話 我們自己出勤的機率是比較高一點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可能要 看 黃眼的資料以後才做進一步報告 沒有這是警政署的資料 我統計出來 所以我感覺不奇怪 你們每次在火災現場一定是益銷人員大於警銷人員 這裡是不是記錄錯誤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宜蘭縣現在五星級飯店這麼多 像這幾年那個我們申請核准的 大概有20幾家 然後高樓放寬 高度也增加 那像這種狀況的話 請問你們所有的雲梯 化學消防車 水箱或者其他消防 夠不夠用 要不要怎麼爭取 那這個 請你回覆 好 請答覆 除了五星級飯店之外 剛黃眼所提的 高樓的部分 目前依然線 超過10樓以上的 有102處 總共有160棟 10層 10樓以上的建築物 目前我有五部雲梯車 分別在 樓東郊西特種 以及南方澳等單位 那雲梯車的高度 都在 32公尺左右 所以10樓以上的建築物 必須要靠自己的裝備 自己的設備 包括比如說10樓以上 它有自動柴尾設備 自動警報設備 比如說我們 人員 搭 緊急 電梯 到達10樓以上以後 由樓下的同仁 經過送水管 把救災的水送到10樓以後 10樓上的同仁就可以執行救災 那麼高樓救災有一定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我上任之後 我們每個分隊 跟大隊都有做相關組合的訓練 那 有關高樓救災的部分 防疫很重視 消防局也特別重視這一塊 您請坐 我想高樓10樓以上 這還是有壓力啦 我想 那這樣就不用其他消防人員了嘛 所以表示這個地方是 我們要去思考 它是有 有問題的 它是有危機的 那請坐 在我們那個全國起火的原因 我們看到那個 100 100年到104年 我們縱火的 能量增加 縱火 縱火這方面的火災 有增加 那我們在煙地這方面 也是年年增加 我們明明就是說 我們淨煙能量這麼強 淨煙效果不錯 但是是 煙地會造成 年年那個火災增加 那請局長 好 請答覆 火災院調查的技術 越來越進步 包括所謂的以前的電氣火災 現在都必須經過電子研磨之後 用 顯微鏡下去看 所以包括現場剛剛 黃議員所提的 縱火的部分 他現場採證的技術也增加了 以前也許說 看不出來說不明 現在這個部分 不明的東西越來越少了 所以 有一些 每一次的有關火災的案件的 精密程度越來越高 所以也許因為這樣 所以 有關 包括縱火啦 或是煙地的部分 包括煙地的部分 現在的技術都可以找得到 煙屁股 如果不是燒得很嚴重這樣 我就去丟那顆下來 這些都是有可能 火災原因整個 比例改變的原因 至於黃議員所提的這個資料 可能我要進一步 或是請我們火吊課來幫忙做解讀一下 好您請坐 我想在這邊我們經過那個 警政 消防署的那個統計 縱火案是 100年是184 104年是268 我想 不管你們精密儀器測出怎麼樣 總共 我們已經發現說火災縱火 縱火這塊已經 全員增加 那如何預防 那還有就是 烏火烹調這塊 也逐年增加 那在煙地 煙地這塊的火 影響 引起火災也逐年增加 然後我想說針對這些 請局長務必再 重新思考 如何去 更加精進 那我這邊有發現一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炮足 或者是 相關的那個 那個鞭炮 造成火災 還是有 是不是說 我們未來在廟會要出勤的時候 他務必要有個公共意外險 因為我們經由炮足火災 其實 並沒有減少 我們從100年的 十幾二十件 到104年27件 是不是要強制做保險 或相關的公共意外險 這個 要請那個局長 跟相關大會共同來思考 那我們在這邊也發現說 宜蘭縣的那個 益銷人員 據統計還是 年輕漸漸減少 那 老化的能量增加 那這個時候 請問局長 您怎麼處理 局長請答 從黃議員剛剛 所提的 包括從火災燃營的分析 來尋找 相關的預防措施 我覺得 黃議員所 問的問題 都非常深入 剛剛所提有關 預銷的部分 我也注意到這一點 目前依然現在 預銷 平均年齡 52.44歲 確實 比較 年紀比較偏大 那麼 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在今年的 4月 有特別發現這個之後 進行 各分隊的招募 有招勁了57位 57位 目前 宜蘭縣的預銷總共有520位 那麼平均各分隊的 這個比例 約有80%以上 那麼有關 預銷的部分 我們除了透過各種媒體來做 呼籲民眾 熱心民眾參與之外 預銷他的 相處的方式 等於是 跟其他的團體不大一樣 也許等於生死與共的關係 所以 我們有經過研究 研究分析之後 我們認為 從 預銷本身 他的朋友 他的同學 他的親戚 了解他 有了解這個事情的人 一開始來參與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一直包括 我最近 只要有預銷幹部要 上任或到 或我跟他碰面 我就拜託他 你想了解嗎 你這個做這麼久啊 他是不是有危險 他是不是怎麼樣 你想了解嗎 好 那局長 有沒有什麼誘因可以吸引他們 來參與這個 跟 民眾的那個 生命有關係的活動 或者是說我們救災的能量 真的我會發現說 60到64歲 的人很多 40到50歲 逐漸變少 那因為社會經濟能量 可能各方面也 不夠啦 有沒有什麼誘因 黃妍對這個一直很關心 當然 預銷除了 這個熱情之外 我們也要提供適當的鼓勵 包括 譬如說 預銷各分隊 他 每年固定有出遊 或是說我也最近在研究一個情形 有沒有可能 請線內的企業 給予我們這些熱心的志工 譬如說 弄個九九卡 或是什麼相關的優惠 那這個部分 我已經請我們同學成立一個小組 如何來 除了精神上之外 在物質上能夠給預銷多一些鼓勵 包括譬如說 我們 張董隊長再過兩天 也要帶領我們預銷 到南部去 玩三天兩夜 那這個部分我們將來會鼓勵說 有沒有可能過幾道家屬 好 那個 那個局長 請你把相關計劃 或可能計劃 提出來 讓我們議會共同了解 或共同配合 或共同爭取權益 好 那我現在再問一下 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消防酸是哪個單位在管理的 那請你站起來 你是怎麼去管理你的消防酸 萬一我是被 草淹沒的話 是不是你的責任 有關這個消防酸部分 那 當然那個設置的維護的是在自愛水公司 那我們消防室去查查 那針對這個各 各匣區的分隊的消防酸 我們同程會每個月會定期抽查 那抽查萬一它是被草淹沒了 那我要不要懲處 你要不要懲處任何一個單位 或者是 誰主管那個 誰管理那個區塊 你怎麼處理 這部分我們會有那個會通報 我們有一個 消防酸的管理系統 就不管是有被草淹沒 或者說消防酸裡面有什麼 有淤積啊 或是損壞 這個我們會有一些管理系統 好那管理單位不是你的話 你可以開發單嗎 大哥沒有我們會提報自愛水公司 好你請坐 我想 那我就是發現在我們的 縣政中心周遭 您的消防酸被草淹沒了 那我不曉得 誰要去處理 那請你多查查 好我想應該我們有個議員他也找到相片了 好 你趕緊去看 趁在縣政總質詢之前 然後還有就說那個 這邊針對那個新建消防人員 搶救 搶救的技術 比較慎疏 因為他們可能出勤率比較低 你好 請問 局長你有什麼相關的教育訓練的作為 請答案 主席 黃議員 謝謝黃議員的關心 因為人員庫邊的關係 包括今年我們新進了31位同仁 那這31位同仁 我必須老實講 譬如說警校來講他是高中畢業 到警察學校練兩年就來扶勤了 所以一來扶勤的時候 有我們訓練課會進行 除了 書本上的訓練之外 會有兩個禮拜 的載子訓練 第二個 他必須要到我們的駕駛訓練班 訓練一個月 讓他們取得 大卡車的執照 那這些都是技術上的訓練 另外 沒有救生員執照的同仁 我們也會辦救生員訓練班 好 是 局長你請坐 我想應該就說我們已經發現問題了 你傳統模式 我們也看不到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是不是你再思考看看 如果讓這些 新進的 那個 那個 警銷人員可以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到相關的技術跟能量 我想這應該是師徒字 那最後我想說 你們的經費到底是怎麼算 假如說主管機關 例如說 有沒有哪個單位的 相關經費 不是你這邊 而是別的地方 拿過來 你們共用的 主管機關的預算 編列不在你的單位 而在別的單位 有案內總控嗎 沒有 跟你消防局完全沒有關係的 經費 而且不是由你 主要做預算 預算能量的話 請問 有案內經費在你這裡嗎 有沒有別人的單位 主管機關 撥經費要到你這邊 而不是由你 主動編預算 有關器材的部分 譬如說農業處 他會給我們一些器材上的補助 但是經費上 是不是 是不是王妍能夠 只是比較清楚一點 我是不是比較好回答 好 我也想說例如 我們捕風捕蛇 這相關的動作能量 我們當然是第一個想到就是消防局 但是我就發現說 這些經費來源根本跟你消防局沒有關係 而是從農業處 預算編過來的 那我可以請問局長 你們到底有做這相關的訓練嗎 你們有這種 捕風捕蛇的相關教育 教育訓練或養成嗎 好 那沒有的話 這個東西到底算什麼 好那我是不是24小時 我有這個狀況 除了 我就都打電話給消防局 那預算為什麼不在你這邊編列 而在農業處 請你回答 主席 謝謝黃妍的關心 警察學校跟中央警官學校沒有在教 捕風捕蛇這件事 所以就誠如 黃妍所講的 我們都是 像我也是畢業之後 老學長告訴我怎麼樣抓蛇 抓 井子後面啦 或是 捕風的話應該要怎麼樣 甚至要用噴劑把它燒掉 這些 都出來才有的啦 司徒制 那麼有關這個部分其實 縣政府已經注意到了 在 104年1月14號有秘書長召集 那目前的狀況就是說 有關危急的蛇類 或是說 蜜蜂在家裡面 是有消防局 因為危急到人命我們來處理 另外沒有立即 危險性的有 這個農業處在處理 那農業處會做 長期的計劃 把相關的業務 移回 農業處來辦理 好您請坐 所以這邊我建議主席 所有預算單位 或主管機關 他的預算應該就是由他的內部 去執行那項工作 那有問題 共同合作再來談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關 那個 編列預算是在農業處 為什麼工作量是在消防局 列入 列入紀錄 好就列入紀錄 等一下 在那邊 的所有 聯絡人 可以先行 下班 謝謝 好繼續 好那我現在問勞工處 我們在 前兩三年 在那個 楊科長任內 我們有 中央有發一個文 就是 我們要檢測 所有宜蘭縣的 相關的 公會 或相關的協會 他們內部的 那個預算 或內部的經濟能量 但我們發現有問題 那是不是這個 這個狀況在持續來查查 因為我們有發現啊 但是不會 我不曉得 為什麼是無疾而終 那 請問楊科長好了 是不是可以再持續下去 因為有一天 萬一那些錢不見了 他們所有的基金不見了 那退休人員怎麼辦 那是不是可以保障說 現在這些錢 不影響未來 或者是說 未來這些退休人員的人次有多少 價錢是不是供應得了 會不會當我退休的時候 我沒有了 楊科長 主席 各位議員 感謝黃議員的 指教 有關於職業工會的部分 實際上 100年的 我記得是10月1號 公會法修改 那 這個部分的話 他並沒有 印行規定說 主管機關要成立 針對這個部分 做查查 那因為 那個公會法裡面就是說 實際上 那個 職業工會裡面 他有 理事的設置 那理事的部分就是針對 會晤裡面包括財務的部分的 一個見諾 您請坐 我想 上次是因為經由中央 一紙公文 所以查到宜蘭縣 有一些公會 前方面 可能退休金方面 會有一點點問題 我很客氣的講 一點點問題 那是不是請勞工處這邊 再次加強查查 因為 公會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今天是 大家都好朋友 但是是不是 因為就是好朋友 所以有些東西 並沒有辦法呈現 好就像 陳鋒喜議員剛講的 拿來做百貨 去買道具 去買房子 我想 這個東西 可能要重新查查 一定還有狀況 謝謝 然後我們針對宜蘭縣 那個 目前到 104年年底 我們總人口數 45萬多 那我們20到40歲的人 有13萬多 請問 這些人 會後再給我資料 沒關係 這些人在宜蘭縣的 工作 比例多少 在外縣市工作比例多少 或者 你怎麼去追查這些人 20到40歲的 有工作嗎 沒有工作嗎 還是失業 我想 這個我們在乎 因為這幾 中壮年的人 我們宜蘭縣 辦很多的活動 我也看到了 但是是不是那個能量 可以再加強 謝謝 然後針對外勞 我想 外勞的那個 那個福利好像比我們台灣人好 然後他們可以欺負台灣人 我曾經一個案例 還是請勞工處幫忙的 就說 他欺負我們台灣人 我們花那麼多錢 請他來 那他把藥藏起來 那我們要遣送出去的時候 還好是經過勞工處幫忙 我們要 遣送他 他竟然到處去投訴 投訴到我們 連我們民意代表都有壓力 因為是因為他們 所以我想說 像這種 當你的工作內容 沒有達到目標 當 你照顧老人家 把藥藏起來 沒給老人家吃 他的病況更嚴重的時候 例如這些 還有其他 我們怎麼去管控他 那第二個 到底 我們的翻譯人員 少到什麼程度 或者是 沒有能量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過程中 我們跟外勞 不同 所以第一個就說 像這樣的狀況 現在大家都保護外勞 但是我發現那個 那個狀況是很惡劣的 那第二個 那個我們要遣送他出去 還有什麼模式 第三 我們跟仲介公司 勞工處跟仲介公司的交集是怎麼樣 因為這些東西是他們來處理 但是會不會有時候過度的強勢 但現在 現在外勞的能量又這麼強 會不會連勞工處都沒辦法來處理 那這個請你思考看看 我們還有什麼方式 保護台灣人 可以把這個外勞遣送出境 因為他這些行為其實已經對雇主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 甚至有傷害的罪嫌 這是有刑法上的罪責的 那雇主如果要堅持要提告的話 那個外勞可能就必須得要留在台灣受審 這個要等到整個官司結束了 才有這個辦法 才能夠處理 那個 處長您請坐 我想針對這一塊請坐 針對這一塊請處長 再去思考看看 欺負台灣人的外勞 我們怎麼處理 但我們要疼惜他們照顧我們 但欺負台灣人外勞 一定要加強懲處 那最後我想說 我也請勞工處處理過 錢東宏進的勞工資遣費 目前還是很委屈 還是自己在那邊 自己去找管道 所以我希望勞工處 針對他們 錢東宏進的員工 大概二十幾個人 當時感謝勞工處 他們的資遣費現在在勞工 勞工局 不是 勞保局 勞保局那邊要各自處理 是不是請你們 相關單位 隨時來掌控這個狀況 然後協助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很委屈 謝謝大家 好 感謝 黃素晴妍 那我們現在 休息十分鐘 好 都要吃飯了 我們先吃飯了 好 都要吃飯 我們要吃飯 小吃飯 好 都要吃飯 我們又吃飯 三十四個 三十四個 都是 如果幫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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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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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